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一会儿得去取游快递 哎 大家玩好 快递忘送了 然后呢 让我等着 好吧 等着吧 一会儿想电话了 你出后门取快递 哎 大家玩得好 谢谢 米烟 米烟 谢谢 大家玩又来了呀 谢谢1230797455 这可真是啊 玩直播间真当是最想老仇了 挺好 谢谢爱学习的汤姆 谢谢 估计不知道又说什么话能让众人如此气愤 啊 玩上好 谢谢莫可森 谢谢人类之友 谢谢 我等下拿桶水 啊 啊 哎呀 哎呀 这不就是穿越到这一百多年前吗 是吧 哈哈 哎呀 哎呀 谢谢 这些点三框 你没说什么呀 还能这么生气呀 我都觉得我要是你的大额外 我肯定把那些相关的 那些老美的经典之著作 是我拿来看一遍 我问你个问题啊大额外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跟你讲这些故事的人 或者是媒体把你给忽悠了 你打算怎么办呀 咱们说这个吧 就是大额外 咱们先不说立场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被忽悠了 你打算怎么做 我好奇这个 假设假设 虽然说你被忽悠的可能性很低 咱们假设一下吧 趁着我煮个烧个水 一会开讲了就没办法 他就搭理你个茬了 如果有一天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问你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被忽悠了 我是不会忽悠你的 我也是不想他跟你说 谁对谁错了 我不想争论 好无聊啊 就是你看那些内容 假设有一天发现有人把你给忽悠了 比如说 一件事情的真相本来是这样的 然后呢 对方呢 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去抽了一两件 然后骗你 忽悠了 我叫你喊 你不用喊我 反正你有这个想法就行 别的我就不想说了 谢谢130374101 谢谢谁有机在手 因为我认为再去在这个时候去争这些事情的对比错 已经好无意义 我只能说我了解不彻得好好去研读研读嘛 对吧 那这就是我的问题了 我告诉你了呀 比如说有一天我发现 就拿本建民弗兰克林来说吧 然后呢 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之一 可能他的理论呢 我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突然有一天 是吧 我可能从什么地方 或者说 美国呢 在这个把本建民弗兰克林的这个就是 传记呀 笔记呀 包括总结呀 重新整理并出版 然后我在读这些著作的时候 和我以前读的有点不一样 加深了一下对本建民弗兰克林的印象 那很正常啊 知识不就是查缺不漏的吗 我回答你了 你满意吗 谢谢风味水狂 就像比如说亚当斯密 是吧 看国夫论 后来可能他有一天他的笔记出版了 然后发现 他书里面写的这个意思 我给理解错了 他本意是这样的 懂了懂了懂了 那就完了呗 还能怎么样呢 知识本来不就是这样吗 不断的去查缺不漏 那你不满意他有什么办法呢 谁也不是全知全能 谢谢风静魂奔跑 再说了 我在直播间第一天来讲的时候 就是谁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 说我要是被活人骗了咋办 那我说那说明我学义不精啊 既不如人啊 对吧 换句话说 在这人世间 这个与人待人接物 是吧 套路与反套路 多正常啊 在你说 你说我被活人骗了 我还会告诉你 我经常被人骗啊 嗯 喜欢就好了呗 嗯 吃一欠长一智谋 这事是这样的 就这么简单 你该不会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会存在诚实 守信小郎君 谢谢一臂雕竹 你要说农村是吧 门口 卖烧饼的大妈 这个 嗯 不会骗人 不是我回答的很好啊 你大爱外啊 你不觉得吗 跟你讲这些东西的人 他们背后都是一群政客 然后呢 你就 然后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理 你就等于画个等号 政客从不说假话 我不知道 是你幼稚还是我幼稚啊 不是他不用知识逻辑 没有知识何谈逻辑啊 而且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会哭呢 哎 大爱外 我再跟你说一件很像的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能让你哭的啊 第一个是情感上遭受重大打击了 比如说你心爱的人 突然答应你了 又离你而去了 耍了你了 你可以哭一下 你这个 好不容易这个 干了一个月的活 老板跑路了 分文没有 你也可以哭一下 你千万不要把哭这个定义给延伸了 什么时候哭 为何而哭 这很重要 要不让这个善来安来美女 跟你讲讲为什么哭啊 谢谢詹潭 谢谢天沫尔 大哭啊 对哭啊 你多大了 谢谢陈康实 谢谢波雷克 谢谢武力天天笑 就像是哭是吧 要哭给你看 逗逗你笑完了 满意了吗 能让人哭的是金将军 情感从来不值得我哭泣 那我发现山蓝阿蓝是个很坚强的妹子呀 啊我的发肌线越来越高了 是啊 头发都快掉光了 谢谢青蜂断鱼 谢谢 哎 这年头想保留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还是很难的哦 然后我也发现白头发也越来越多了 人不服老不行啊 嗯 这年也是中本音乐鞋号 谢谢 没有女粉 在这里面只有朋友啊 一路走来只有施展和朋友 粉不粉的 我觉得 哎 又不是搞追星族呢 粉什么呀 啊 我这些粉丝一直涨发生什么了 大外引流呗 我觉得最近就是大外特别活跃 然后粉丝多了不少 只有知识才值得人去敬重 人啊 这辈子呀 又不能永生 是吧 永生还会容易犯错呢 哎呦 留下来这些知识 亘古长流 哎 成年人哭一场不容易 要不怎么说呢 不哭则已啊 一哭都是要其命的 谢谢于小小豆 谢谢 那我不得给人家大外面的办张卡 嗯 算了吧 我怕他这个我给他办张卡之后 然后呢 他去跟他背后那些人说 我把天火给发展过来了 然后对方一听 哦 你都把天火争取过来 来了 我跟他聊一聊 回来我也没被争取 我怕他还骂了呀 海棠王 谢谢 巴尔莫甚 谢谢 杜文涛1980 玩好 我的发现好帅 好丑 说前辆的疯狂掉正常嘛 年末了 人少了 而且 很多学者都是上学的 逼了业以后就要去工作了 真正工作人不像所有的都有心情来来听直播的 虽然说历史很有用 但是你要想把历史应用到现实当中 还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努力 哎 要不怎么说呢 能去就是说能去波动地球的人 哎 都是老头子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吧 总会有这样或者那的原因 没有时间呀 或者是没有心情啊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谁还不能碰到点事 谁还不能失落过呢 对吧 这不就是现实吗 哎呀 天我号称读书人 我 你感谢一下大家 我从来不在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直播间说我是个读书人 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直播间这个说我是懂很多东西 哎呀 在你眼里面我都能有号称读书人 说明我在你心中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哎呀 谢谢 对外零二四三一一一零零零 谢谢 关键天天失落咋办 那就说明一件事像龙股婚说 期望太高了 是时候要调低一下自己的期望了 要不怎么说呢 庄子有句话说的很好了 叫 急走不休 绝利而死 说的很对呀 嗯 熟谱跟熟谱原来不是一回事 我都说了呀 上了年份的熟谱是很好喝的呀 清风断雨 上次店里面卖那个就是90年代那个国营花园厂厂的熟谱 非常好喝的 煮起来的时候是有早香的 他们有就是说 你要想买那种就是特别浓郁的熟谱 就是十年以上的 原因是这样 因为熟谱刚发酵完之后 它有窝堆味 窝堆味不是很好喝 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 慢慢的这个就是窝堆味就会散掉 再喝就好喝了 也不是越贵越好喝 看牌子嘛 那些20年以上的熟谱 估计的一两千一片吧 甚至三四千都有可能 但是你要买什么星海茶厂啊 这个嗯 像老的这个昆明茶厂就相对便宜一些 一般来说20年就是算到2000年嘛 2001年2002年这个样子的熟谱 大概便宜的能到四五百吧 差不多是个价 但是假货的话呢就比比皆是了 假货的话你大概头百是吧 文革砖 还有几十块钱一块的 反正这个东西你别追求像大一这样的名牌 还好 价位就这样 因为熟谱他没有生谱那么贵 生谱上的年份的要比熟谱可能要贵出个五六倍不止的 熟谱还好 毕竟老的熟茶这些年才刚刚开始有点流行 五年左右的熟茶不挑牌子的无所谓了 五年的话不算是老熟茶新的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明天吧 我给你泡一个20多年的熟谱 让你看看汤色什么的 泡的时候煮起来 就是还有点甜还带点早香 明天正好降温嘛 明天天气预报说我这边山东这边有大雪 暴雪什么的 正好明天晚上喝舒服喝个少年份的 谢谢德电第一等 有人喜欢呀 说金俊梅有啥推荐的吗 金俊梅 我跟你说 就是有两家比较 这个就是正宗的 一个是郑山堂的 一个是这个俊德茶月的 就梁俊德嘛 还有一个是姜元勋 他们的料基本都比较正宗 但是金俊梅不便宜呀 金俊梅大概都要 一万多一斤嘛 谢谢油打upup 然后你要说 不追求同目观的 就和武艺山的金俊梅 差不多七八百一斤吧 也就这个价 然后至于说其他地方的 便宜的就多了去了 几十块钱 一二十二三十 有的是 你说学现代文明 从喝咖啡开始 哎呀 要说这句话的话 英国女王看见你都能拿茶货拽你 谢谢 GYM J500500 你是在暗示英国女王不闻名吗 啊 打入来 好好做功课 你不知道吗 应该是那些好记性的强人怎么养成练的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 博文强记它都是练出来的 人家换换口味别当真 卧槽 卧槽 卧了个槽 你又被人忽悠了 你觉得我不再忽悠你 你可以看一看英国每年要消耗多少茶叶 没有 英国人原来喝茶叶是换换口味 说五年熟茶哪平台比较好 反正你要说的话 店里面的那个刮风寨就很棒 然后不想买店里的搭义的也行 7572啊 好一点的金针白莲呢 然后中茶的7581低端的 也不错 英国人和下午茶是偶尔调调口味的 还不得顺着大家外话 我想说吗 有刮风那有下雨吗 那我不知道啊 回头我跟刮风寨的人说说 你们旁边得盖着新寨子 第一说下雨寨 谢谢拓富文 谢谢 哎呀 我发现大亚外真是本直播间 笑料担当啊 英国人喝茶换换口味 我给你普及一下啊 大亚外 咖啡啊 法国人喝的比较多 意大利人喝的比较多 其中又以意大利人为罪 英国人喝咖啡呢 相对并不这么多 英国人喝茶多一些 喝可可多一些 美国人则是喝可乐多一些 咖啡咖啡嘛 跟可乐大致相当 至于说 茶在英国到了什么程度 嗯 简单来说吧 英式的红茶 就是下午茶啊 嗯 我看看2019年啊 英国得消耗多少万吨 你就别皮了啊 你说这话的时候 是吧 哎 而且 这个英式红茶 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 嗯 英国一天是要喝掉1.65亿杯茶 一年喝掉20万吨 别皮了啊 嗯 你说美国人喝咖啡相对来说少一点 然后 你别别别 你说全世界消耗 喝咖啡比较多的话 阿拉伯国家消耗的是非常多的 还有这个南美洲巴西消耗也是非常多的 包括这个就是 印度其实消耗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不过 刚才这个 所以大家外说英国人嘛 喝咖啡就调 喝茶就调起来口味 偶尔喝一下 他们都是带泡茶吧 嗯 就是就是我们说像 利顿红茶 为什么这么广为流行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英国人在 工业化之后吧 茶叶进行这个 就是工业化加工 然后普及到全世界 但是英式的红茶和普通的喝红茶 还是有区别的 这个 嗯 英式红茶的话 你自己说英国要是扯全世界 是吧 那么英式红茶 他还要去放糖放奶 中茶758要哪里买最便宜 他们天报店呀 嗯 对啊 而且利顿级团本身就是英国公司呀 他也是生产就是说 海量的红茶和绿茶呀 有什么错呢 嗯 美国人本来喝咖啡就不讲究啊 美国人喝可乐喝的消耗量大吗 说英国本土不能种茶数吗 对的 因为英国以前印度 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呢 嗯 这个 英国人呢 又对茶叶有着这个 就是海量的需求 所以在这个 阿萨姆地区 咱们现在不是印度 这个阿萨姆奶茶 阿萨姆红茶挺出名的嘛 其实是英殖民地时期冲下来的 刚好挨着我们的这个云南嘛 嗯 斯里兰卡是西兰红茶 相对要差一些 就是说 嗯 阿萨姆地区的茶 当时是在整个世界上去 这个 嗯 占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在英国 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 嗯 市场占有力 后来的话就 因为 当利顿这样的这个跨部公司呢 成立出来之后 基本上就是全世界这个 就是搜索原料来做产业了 谢谢提问1240966 谢谢 哎 喝茶就喝茶又扯到股票上面 哎 顾索又来言他呀 说喝茶的人和天火一样嘛 又开始胡说八道 哎 大家外这样吧 我打你一次脸 你给我刷一架飞机怎么样啊 如果我来证明你在胡说八道 你就给我刷一架飞机 咱俩打个约定吧 怎么样 就从茶的问题我给你赌 我保证不用中国人的这个数据 也不用中国人的这个书来跟你讨论 纯用这个英国人的这个文献 来谈论英国人和茶 读不读啊 咱们从今天开始赌一下下嘛 你不是坚定你是对的吗 我怕他不敢读 你怕我书刷不起 那我给你推荐一本书 书名叫做 茶嗜好开拓以帝国 作者是英国人莫克塞姆 那么他就论述了 从18世纪开始 英国人怎么喜欢上茶 以及英国人怎么把茶 推向全世界的 那么在这本书背后 大概有就是数百个文献可供查阅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网上一样 有中文译版 有英文原版 写的很不错 然后呢 再给你普及一条 当年茶叶在英国卖的非常贵 导致走私非常盛行 每年走私到英国的茶叶 有数百万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英国开始去改革税法 那么这也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迭代税法 那么 有一个很出名的英国首相 叫威廉·匹特 哎 胡说八道了 哎呀 说你现在说起来 英国人和我现在喝的茶一样吗 不一样啊 英国人喝大泡茶 我们喝的是冲的茶呀 但本质是一样的呀 而且英国人喝红茶偏多呀 英式红茶的成分和中国红茶成分 基本上都一样的 我没有什么不敢说的呀 你有检验报告 你要跟我赌 咱们就赌一架飞机 你又不跟我赌是吧 你不是不敢说 你又不跟我赌 然后你就浪费 使用我们的宝贵时间 好了 咱们准备一会儿讲正题了 今天的新闻呢 还是要说一下 关于新冠的传播情况 反正气氛是活跃起来了 那么关于新冠 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 影响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中可能大家都看到了 日本已经封国了 原则上来说是这个就是这样的 那么 其实这个 我的老粉被恶心的好都不早来了 那我咋办呀 好了我要取个快递啊 稍微 嗯 稍微 嗯 喂你好 哎好了好了 我现在下轮来取啊 哎对对对我上次移动了 对对对对您到了吗 哎呀好了好了 我下摩啊 好 稍微怎么要取个快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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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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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终于被斩了 好了 那么其实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日本这边已经基本上是处于被封过状态 老实交代买了啥 你这么好奇啊 追猫辣爷 我能看一看吗 我估计都是给水油买的东西 好 让我喘口气啊 一会儿给大家讲完这个新冠这块的时候 咱们来看看买了点啥 我现在买的东西 基本上自己的东西买十件东西 自己的东西能占一样 然后呢 酒份都跟水油相关 然后还在神奇之中是明明讲的是日本 说又要说美帝 哎 又亲命了 谢谢一心 谢谢 好了 咱们接着说日本这块 日本在上昨天就是周六的时候去这个宣布啊 封国 也就是说是这个一直持续到这个向月吧 然后呢 不允许外国人到这个日本卖 应该没有吧 我还等着打算明年就是买卖 预算有限一样一样来嘛 谢谢 蓝的藏坊 蓝的藏坊 谢谢4926 26457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呢 其实也是一片这个震惊 原因都是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日本的这个疫情的控制情况 是吧 都还不错 然后突然间出这个东西是很意外的 那么我呢 今天白天也是汇总了相关信息 那么先把这个确实的就是官方的消息呢 公布一下 然后再说一说日本民间的一些的说法吧 首先说官方 日本之所以封国 封国呢 是因为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面 当时日本就是说日确诊量是这个超过三千 那么这个数字应该已经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数字了 因为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去开放全民检测 都属于就是说有症状之后 而且症状比较严重 因为我们知道 不是说咳嗽或者是喉咙不舒服 有感冒症状就会测 它必须还要满足 就是说跟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 然后同时发烧了才会去做相关 后来啊是稍微放空一丢丢 就是说有感冒发烧症状 直接就在做这个核酸检测 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天 这个就是 对呀 啰嗦两句就算了 不不这个知识简单不足完事了 我爱是这么想的 等到明天呢再来 再来吧 今天晚上咱不聊它了 那么这个数字呢 其实挺夸张的 我猜啊 就是说 这种情况 应该是几个月以前 就是今年的九月份 十月份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日本之所以没有展开 全面的这个新冠检测 实际上我认为原因如下 假设新冠病毒没有变异的话 那么新冠的致死率还是非常低的 就算是其传播速度比较快 以日本的这个医疗条件 是完全可以扛住 新冠肺炎的冲击的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要相信 就是说日本的医疗条件 发达到如此程度 不可 可以去这个硬扛 所以在有限检测的情况下 同时宣传好防疫相关工作 然后呢 靠国民素质 靠国家整体管理水平去度过这场危机 但是 但是 随着英国发现的新冠变种之后 日本必须被这个 就是必须的这个紧张起来 原因是我们在上周五上周四时候已经说过了 如果说出现那种一个或者多个以上的强有力变种 容易形成免疫风暴 那么 医疗条件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去治疗受的疾病 如果说因为 同一种病毒的多个不同的这个亚种 形成了这个免疫风暴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吧 能这个强大起来 说文艺复兴让英国强大 不对 是文艺复兴使欧洲这个 嗯 嗯 变得思想活跃了 那么 嗯 文艺复兴跟英国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因为文艺复兴在1314世纪 当时英国还很落后 等到宗教改革了 对英国影响还是蛮大的 再往后面了 这个工业革命对英国影响的最大的 文艺复兴 时代 英国那个时候还是 说句不好听的文化沙漠呢 你听说我在文艺复兴时期 有什么英国的作品吗 没有吧 意大利的作品很多 是吧 法国的作品也不少 一听英国的 嗯 是吧 黑死病在文艺复兴之前 好 接着往下说 一会我们会谈到这个 赎罪卷 这个历史上的精神骗局 接着说日本 那么因为日本之道 一旦出现这个前后一的变种在日本传播 那就不是小事情了啊 沙士比亚什么时候时期了啊 你想沙士比亚都什么时代了 嗯 谢谢小艺 爱丽丝 嗯 咱们不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吗 谢谢 Powler Star 嗯 那么我们接着说啊 那在这个出现前后一的变种的时候 日本也必须去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免疫风暴 而且他已经在这个 就是 嗯 本土检测到了这个 就是 请一会文艺复兴相关的问题 咱们一会聊啊 检测到了这个相当的变种 那日本人不可能不慌啊 你想东京的人口 大阪的人口 咱们都说日本是一个喜欢去这个赌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真是赌不起了 日本 作为世界上一个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有它的优势 有它的劣势 它的优势在于什么呢 整体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比较高 虽然说快乐教育出现了这个平成废宅 但是日本整体的这个基本素质啊 还是值得称道的 你要说出现免疫风暴了 出现免疫风暴了就不是杀一杀老人了 死的都是青壮年了 老人反而不容易出现免疫风暴的情况 那接着往下说 那么日本呢 它也是一个多山地的国家 可能有人不知道 你别看日本这个国家这个人口那么多 其森林覆盖率是超过60%的 人口都集中在少数的辖 就是城市和沿海的辖长平原 那么可以说是东京大阪 这样的大城市撑起了日本的经济 但是这样的大城市 在应对其他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倒是有很多先天优势 比如说可以去集中人力物力 比如说可以去提高基建 那么但在面对病毒的侵袭的过程当中 那优势反而成为最大的劣势 人口实在是太密集了 那么日本也不是说没有下力气 曾经在11月份的时候 日本政府打算用三周的这个强力的这个措施来 阻止新冠的传播和蔓延 实际上日本的努力已经白费了 原因是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 日本是纠结就是游走于开不开奥运会之间 我们都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虽然说日本就是放弃2020年的举办这个夏季奥运会 但日本当时给的说法是什么呢 日本当时给的说法是把奥运会要顺延到2021年 对吧 那问题来了 如果日本进行这个全面的核酸检测和全面的隔离 假设日本的干扰人数真的比较多的话 那2021年的奥运会这个该怎么办 那如果说 风格或者全面检测是很消耗经济的 那耗一波经济之后 还使得奥运会再也没有召开可能了 那 那日本这些年的努力 可以说都复之东流了 所以日本人想赌一赌 没有赌输了 没有赌输了 他就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因为现在新冠已经传播的如此剧烈 就算日本想开 其他国家解决不了疫情 恐怕也没有办法来派运动员去日本参加奥运会吧 那干脆就地取消嘛 是啊 这些外来G233 那么既然奥运会取消的话 他必须要回过头来来看疫情的问题 那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是 脸面重要还是东京大阪重要 这花的钱不白花了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现在问题是脸面重要还是东京大阪重要 是花的钱重要还是东京大阪重要 你要是日本的首相 你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此时此刻必须要保证这两座大城市的安全 对吧 就算是影响到经济了 就算影响到经济了 是啊 现在已经到2.0了 那么豁出去10年20年的经济 来解决新冠疫情 也是值得的 如果解决不了新冠疫情 真是出现免疫风暴 再出现大面积死亡 那就不是经济的问题了 有可能发达国家就变成发人中国家了 不能说有可能 是一定是 因此你会发现 日本在做决策的时候 这一次还是非常果断的 因为日本不想再赌了 首先英国宣布有强有力的变种 其次是在日本发现潮流力的变种 紧接着就是锁国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谢谢 谢谢白鹿 怎么保证没封城啊 锁国 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 锁国其实就已经跟封城是一样的了 现在还属于假期期间 那么 你会发现 今年的日本 东京也是格外冷清 也说明 日本这个时候 总算是正式起来了 谢谢游戏人士1980s 你这说温疫可以推进改革 那是后面的事情 解决完瘟疫之后 才可以去考虑怎么进行改革 当务之急是解处理并应对疫情 这是重点 那么接下来 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要考虑一个事情 如果锁国这一个月 并没有把疫情压下去 怎么办 还有一件事情 在新冠的诸多变种当中 有没有有些变种是疫苗无效的 这些现在没有人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想去知道这个新冠的变种会不会 这个我我斩你吧大iw每天早上每天晚上八个小时 就是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是你发这个就是这个发言的机会 剩下的时间就是你先去歇一歇去吧 好了 好了我斩 谢谢上来 idp 下次反过来的时候 咱就这样 九点钟如果再看见大iw的弹幕 直接把他这个我没解封他 直接把他斩了就完了 咱继续聊咱们的 据说这就算算是发言时间 你要问为什么 特朗普和拜登辩论的时候 这不还都有发言时间吗 你的发言时间是八点半到九点 房门可能进的时间不够长 特殊待遇 好接着往下说 因为你要想知道 新冠是否存在强氧率的变种对疫苗无效 你就必须要把全世界范围的新冠的变种都要统计到 请问怎么统计 或者怎么获取样本 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办 没办法 对吧 你说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派出考察团 派出这个就是监测团去世界上这些主要国家 能把正常的工作开展下去吗 数据不好听的 去在美国开展工作都已经这个就是开展不了 对吧 因为上一次去调查病毒源头的时候就被美国人给阻止了 至于说去印度 印度人自己情况都搞不清楚 就算是派出去一个工作组 有用啊 因此现在全人类也在赌 赌什么呢 赌现在的疫苗对新冠的所有变种都有效 那你如果问会呢 万一赌错了呢 赌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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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继续封城 继续封国 然后继续在研发 针对变种的疫苗 谢谢太藏王一 说赌错赌对 都得赌一把呀 你不赌不行啊 这种处于就是 你明明不想赌 但是必须要赌 那怎么办 你说怎么赌切词 从年初说到年末还在赌 对啊2020年嘛 赌博之年 每个国家都在赌 美国美国在赌 欧盟欧盟在赌 日本日本在赌 印度印度还在赌 谢谢07312569962 只能这样了 你不赌也不行啊 没有选择的一地啊 不是我说没有赌啊 我们就是赌什么 那就是赌 现在新冠诸多变种当中 那么疫苗对这些变种 都要起作用 谢谢相思二人相遥 如果有一些变种 对这个疫苗 对有些变种不效 那就再来一遍 英国现在已经不赌 群体免疫了 英国现在已经开始 全力抗疫了 你们看马克龙已经说了嘛 说抗疫 就是对抗疫情 是尊重生命 并不是违反人权 说今年肉菜的价格涨了那么多具体 涨那么多具体是啥 因为这如何的原因 什么都在涨价啊 现在 因为 超过的美元已经开始带动原材 要的不断的上涨了 你看看玉米的价格 就是 11月1号 你看看 纽约期货市场玉米的价格 到现在 玉米的价格 你要是在11月份的时候 你囤了100万人民币的玉米 你现在可能都能有个170万 180万 大概那样子 你说 我靠玉米这个投资属性这么强了 对啊 说菜涨得特别夸张 有好些是翻了三倍 这不是 这很正常 因为原材料在涨啊 现在年轻轻月塔呀 就是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在涨价 比如说像化工行业用的那些 这个塑料 原材料 也在涨啊 这种趋势 什么时候老美停止这个印钞了 是吧 什么时候才能缓和下来 不只是种子的问题多了吗 说种水果收入能上七位数吗 这玩意看你种什么 而且你种的对呀 因为水果这东西啊 15从军中80时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是种的对 这一年赚起来就很爽 如果种错了 是吧 这一年这个水果行情不行 那就不怎么赚钱 水果这东西它有个行情性的 它是有波动的 你都快15了 快夸你 必须夸你 你不能说国内感觉风平 国内感觉风平浪静 毫无波动也在涨啊 咱们国家物价上的物价 你这是化肥 都会涨 农药你也肯定也是跟着涨的 这样这玩意没有办法 因为农药它直接影响的是 受到影响的是什么 化工嘛 至于说有色金属不都是跟着在涨吗 你要说就不好听的啊 现在做那些回收的 就是铁矿就是有色金属回收的 都很赚钱的 你能说那天想去超市高血螺蒜 就面条吃 我操价格这些劝退 你别逗了 一头算才多少钱啊 价格怎么这些劝退呢 了不起三块钱一头嘛 你中文 你不能说一顿饭 我吃一头算好啊 说这样是能把中国农业技术 逼一波爆发就好了 这东西怎么逼呢 原材料上涨 它不只是说 因为农产品 它咱们每天都要去买 都要去消耗 对吧 你能看得出来 但其实你这些生活用品也会跟着涨 把家里房子的钢筋拆了 卖能发吧 你现在问问你家楼上的邻居 同意不同意 这个私自拆房屋是犯法的 你知道吧 除非你自建的 但是也得要申请 说但是全球风国需求下降 没有涨得丢了 怎么会呢 你就想到全球的产业链 就打个比方吧 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物资供应是非常充裕的 在现在全球这个风国的情况下 物资供应开始受到影响 能不涨价吗 你算这个呀 全球风国其代价是 这些东西都是 大量供应量大量大大减少的 有人问说明后年 明年后半年出价怎么样 明年后半年 那你明年五月份 四月份再问我 你这种东西消耗品呢 前几年废铁都不值钱 现在价格好了 而且废铁上涨价 估计还能持续一段时间呢 至少来说 在疫情没有消退之前 废铜烂铁呀 好赚钱呐 所以说不要瞧不起 说破烂的 关于猪肉这波贼准的 不赚钱呀 对吧 不要耳其 你看看 我上次在小课堂给大家讲 猪肉的这个价格曲线 只是向大家证明 是吧 学历史是有用的 然后呢 你要说在相关行业 肯定能赚到钱 老师兄却收不拉 这收不拉 这行当一般人见不了 谢谢0731256962 谢谢波宁 对象说真伤心呀 是吧 太准了 有什么用呀 谢谢无神论 其实你要想 我想说的是 不只是猪肉准 你只要能用这些知识 能用相关资讯 看任何一个行当 都能测得非常准 前提是你花时间 花精力去研究 要不怎么说呢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对于那些 在这个行当 手上握有大量资金的人 有相关资讯 对吧 几个月的时间 就会使他财富 来增长好几倍 你说废品行业 准入门槛很低 开个破槽轮 处理教学钱 那你能收多少 废钢铁呢 云道宇 什么叫赚钱呢 每天你能折腾个 几百吨的废旧钢材 你那才能谈上赚钱 否则 你就说你要说七个破槽轮去挨家挨户喊 你赚的是什么 是把你的劳动力赚还成钱了 就是废铁 废铜涨价 它带来的收益 对你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就打个比方吧 咱就拿猪肉来说啊 猪肉涨价 猪肉没涨价之前 你一个月啊 可能花一百块钱买肉 猪肉涨价了 涨了一倍 然后呢 你一个月 可能说一看涨价 我吃的少了 结果是花一百五十块钱 那你花一百和一百五十 花一百五十块钱 有什么质的区别吗 没有啊 你说你 所以我说 做这个废旧钢铁 这些的门槛是很高的 你能折腾到 就是说几百吨 最起码 一个城市的这个废品 这个售购链条 你是要坐在顶端的 我不踩 一般来说 这样的人 怎么都得身家千万以上吧 说没疫情 英国的脱欧股价 还得靠下人手机 也不会的 有没有疫情都到这了 说一百涨到一百五十还是很大了 你看看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的 从你的支出来说的话 你是感觉不出来的 你无非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月是吧 多买了一包烟 多买了几包烟 少少点了一次外卖 仅此而已 这就叫做需求量 这个单单品需求量低 然后呢 价格不敏感 说前两天你还向我经理一些硕士老表进了养猪企业 现在来看序幕好像大有可为 也只能说还行吧 谢谢 OQBOY 谢谢 说比特币是真牛 空难看不到 比特币呢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因为直播间嘛 在讲这些的时候 也会受到政策 法律 法规的限制 那么我呢 也只能跟大家说 水很深 你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就不要去浸 而且就算要浸 也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 你可以做 这行当这个水还是太深了 阿里巴巴上周说完了呀 三千八百也不在吗 那刚才说要说什么事呢 说 说等矿难买显卡呢 一般来说挖矿的显卡 其实寿命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 谢谢小齐要要 不值得买呀 这绝对的官方发言 这不算官方发言呀 也是金语良远呀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是好话 其中的一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跟你讲很细 总之这里边的水 不是有点深 实在是太深了 深的超乎想象 深的让你令人发指 也不是说一夜暴富和血本无归吧 这里面呢 挺纠结的 如果说股市基本纯粹被割 那比特币还是全球完翻了 股市呢 还能玩一玩 比特币嘛 说现在还有人拿3080挖矿 我不知道 其实也不止说 哎呀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挖矿在比特币这里面 还算是好的 真正交易环节里面 全都是问题 我就说一件事 关于这行当的事 我知道太多了 因为油狗IT的哥们 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就说一件事情 买币卖币 对吧 你可以是吧 拿你的钱去买比特币 什么火 你想多了 我跟你说608 你说我买币 好 买币 买啊 哎呦 现在比特币已经往三万美刀奔了 是吧 这个 你可以卖了 卖啊 你说能不能交易呢 能啊 交易了 然后你会发现出问题 银行卡 沃尔支付宝被冻结了 凭啥呀 我正常买币卖币被冻结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买你比特币的人 他的钱根本来路不正 就比如说电信诈骗的 不是国内咋叫 有点国外 电信诈骗的人 骗了几十万上百万 然后他们就拿这些钱去买比特币 今天还没抽呢 一会抽 谢谢青云白霓裳 然后呢 他们买完比特币之后 他们会拿比特币换美元的 那你这基本上就 就这样了 什么意思 你稍微等一下 给你看一个什么 有图有真相 稍等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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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什么事该换麦了 空气直播节 既然你们问到这个问题 我就给你看个很现实的事情 这也是很新鲜了 上周的事私底下 在跟他们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 就专门谈到了这个事 我圈子里面也有人做比特币 上厕所 杂音大 好好了吗 现在 可能刚刚碰到麦了 现在好了没有 现在呢 现在好了没有 好了吗 电灵上还有吗 喂 我卡了 什么情况 没弹幕了 好了 有个人曾经问 是吧 这个 给你们看张图 我的麦也寿终正寝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那么当事人被动了多久呢 当事人已经被动了六个月了 然后打电话 会提示幕公安机关 是吧 打过去人家说 你来配合调查一下吧 调查人家说 这玩意是诈骗资金 电信诈骗的钱 人家也可以来说 证明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 对呀 支付宝银行卡都会被动的 而且是分分钟就动了 没用的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去银行去公安是没有用的 因为是黑钱 比特币好吗 对吧 你说我又不知道 对方拿黑钱 这个就是 这个买的 我是从正规网站上交易的 那人家不管 人家就是说能证明 买你这 买你这比特币的人 就拿着黑钱呀 那对方有了比特币 对方可以去拿比特币 换别的货币 你去哪书里去啊 这也至高无上A 如果说要追究的话 这些钱是要扣出去的 那这玩意儿你正常啊 你不能说 别人拿赃款买 然后呢 你这就 你的赃款买完了之后 你的钱就成白的了 可能吗 你说好不容易是吧 折腾这么久 然后 血沫无归 你听人家告诉你是黑钱 你怎么提钱呀 说你现在账户上的钱是黑钱 能有来源 对吧 然后你的钱的这个是 有哪个账户打入的 然后当事人 遭遇到的电信诈骗 你怎么办 不是 你还说就是这种啊 美元也是一样的呀 你以为美元没有黑钱呀 啥货币没有黑钱呢 这都已经是2020年了 能用海外账户的话 你国内花不花钱 那个 你说我钱放在国外 你人不在国外 你怎么办 你的已经提醒了呀 我这说的呀 不是所有的钱都是黑钱 但是你要说 你这个半天碰到一次黑钱 就很难受啊 因此 说咋境外会被动我 一样啊 不是不懂英语 你总得要花吧 消费吧 你想你的钱 你说我有多少个比特币 有多少美金 然后呢 在国外的账户上 有用吗 你说我确确实有那么多钱 是 你打算你有用吗 说做什么都有风险吧 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原因就是说 如果对方拿黑钱卖的比特币 就就就基本上就这样了 但想让比特币现在那么贵 你说亏个啊 几百块 几千块 也就忍了 谢谢东东东建议师 4SFJ 你这亏议锤子 少则几万块 多则几十万上百万 这下你能明白 为什么有人几千万就这么跳楼去了吗 多少钱一个 好像现在都得二来挖了吗 姐姐 两万七十美元吧 没有想过吧 就这么夸张 这些卖叫好像都两万七了 这个世界啊 除了存在着这样或者那的问题 有时候呢 你没有完全的准备 或者说没有足够的人脉 不在这个圈子当中 你想要赚到这些钱 是很困难的 有些事情表面上来看的话 不是小概率事件 比特币上是大量的黑钱 它不是小概率 说句不好听的 现在电信诈骗全都是拿来买比特币啊 你想想每年电信诈骗的这个就是 额度被诈骗的这个 每年被诈骗的资金有多少呢 对吧 少说都是几百个亿 你的钱是来路证明的钱 你买完比特币之后 对吧 你的钱让人家 就是人家可以把比特币变成很白的钱 等你在卖比特币的时候 对方给你黑钱 你怎么办 对吧 你买比特币是你辛辛苦苦赚的钱 是的 没错啊 就提现就会被冻结 因为就是说你自己去 然后你说这我的钱是这个正常得来的 那人家可以 就是警察就给你证明了 你这个钱是哪些账户打入的 然后怎么买来的 什么为啥对方的黑钱能花出来呢 波里克你不觉得能把黑钱这个买比特币的人都是一般的萌新吗 是你要说这跟比特币没关系和比特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你怎么确定这个圈子和黑钱没有关系 说黑钱被抓了才是黑钱吗 如果没有案发也会被冻结 黑钱钱很简单呀 比如说我是吧 遭遇大电信诈骗了 然后呢 我被骗走了一百万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想卖比特币 然后骗我钱的人 拿我这一百万是吧 买你的比特币 然后呢 你一看啊 你卖完比特币 你的账户上有一百万 你要提现 我报警了 那么警察会顺着这个资金的流向 啪 查到你头上 你说冻结不冻结你的账户呢 你说我跟那些 诈骗的人不认识 我跟他 没有联系 我是卖的比特币 那你是你说的 对吧 但是你账户上的钱 他就是黑钱 这是不争的事实 明白了 那你把币还给我卖给下一下 你去哪找去啊 比特币 这玩意儿是 说句不好听的 是不可追溯的呀 是用区块链技术都弄的呀 你上哪找去啊 把币还给我 你跟平台说 把币还给我 平台管你这个 谢谢 谢谢 不像健康部看直播啊 所以啊 每天啊 你就会发现 任何一个圈子里的人 都有抱头痛哭的 这种操作有点难度啊 废话 这是大生意啊 当然有难度了 岂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你想想每天的交易额 是吧 那都是多少个亿啊 一般人能做得起 是吧 几个亿的玩意儿吗 说为啥不封平台 是不是设限提供作用工具 你怎么封啊 你怎么封啊 人家平台说我们只是一个中间商 我们只提供是吧 这个比特币的交易服务 你干啥 你说你们是一伙的 人家不承认啊 你有证据啊 关键是 这些人能让你找到证据吗 因此啊 这世界上的水很深 真正能赚大钱的人 都是等先之 都并非是等先之辈 非法经营罪 国内不承认比特币的合法性 所以国内没有 这个比特币的交易平台 但是国外有啊 那么今天到了国外的时候 那么国外可不负责 来比他平台上交易的人的钱来路 是不是黑钱 如果是黑钱的话 也需要中国警方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提供相应的这个就是公寒来进行查证 等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花菜都凉了 你想这跨国啊 跨平台啊 多少个国家转一圈了 哎呀 人呢 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对吧 理论上来说是吧 你说顺藤摸瓜 摸着这还能跑 就是跑得了和尚 还跑不了庙吗 07年的不太好 没错 0910的都都都很棒 对你说这点风险都不能承担 怎么去完比特币 这都说的对 富贵险中求嘛 赌喽 赌输的叫愿赌服输啊 啊 谢谢达路走兄弟送的400个粉丝 英光棒 学会了吧 好 我们准备准备来讲今天的内容 无师开始 嗯 好了 现在说没点不关注点不关注 觉得不太不错的 咱小礼物走一波吧 还是先抽两箱橙子 哎呦 过过过 过一过这个 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没有圣诞办卡了 还有是吧 有没有圣诞办卡呀 现在还有那个圣诞办卡吗 哦 有啊 谢谢谢谢 314 154608 那么说这个去吧 赚钱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呢 人始终要为自己负责 那 橙子我就不用说了吧 特别特别好吃 特别特别甜 啊 收到的水友没有说差的 来 看看今天谁会成为幸运儿 还是一样啊 一共抽两箱橙子 会有两位幸运水友啊 中央几率很高 橙子价值 每一箱都价值 这个大概算上运费的话 在200元左右啊 肯定是很赚的 谢谢追猫烂 像我是这个一 大概7572好 还是八小亭7570好 看个人口味 查这东西 价位都差不多 你要问我哪个好 我回答不出来你 看个人喜好咯 谢谢小姨 Alice 谢谢破碎 彩阳天蟹 瞅啥瞅都逼 嗯 嗯 谢谢森特银 谢谢 嗯 怎么了 龙龙巨五代吧 在啊 谢谢 点剑了 谢谢 啊 谁是潜水怪 易修 小姨Alice 这个说赚钱这个行当 说大亿不是炒作茶吗 性价比很低 有不炒作的呀 谢谢正眼镜 有不炒的呀 谢谢思云 稀硅一般多少钱 你要是买纯料的话 古术纯料大概是6000左右 一般小数料的话 2000到3000不等 拼配的话1000多 有稀硅口味的几百块钱 神油不神油啊 比如说我店里面的这个鞋韵 就写的深山夜韵 那款茶就是稀硅周边 具有很浓厚的稀硅味 你要想知道稀硅是什么味道 你可以试试那款 只有几百块 谢谢青唐花开谢 消人夜落 谢谢大师的石心虫 谢谢张1234 那两个人 今天正常的是两个人 我说的公斤不一饼茶 公斤的话 古术料大概是 6000左右一公斤吧 纯的 然后呢 混彩的话 3000左右一公斤 然后小说的话能到个20001000多 那是挺好喝的呀 谢谢Jackson08 我得承认西威茶是不错呀 提前攻击是两个屁 说那海棠王是你呢 来出个奖吧 对吧 来来敲一敲看一看 看谁今天好运气 说不定中奖了呢 谢谢Hannes Blunder 提前黑幕 结果啪 自己中了 黑成这么近 这2020年啊 再有两三天就过去了 抽啥抽信封其成 古代贡品啊 甜的不行的那种 然后呢 榨汁 连这个植物纤维都没有 非常棒 对沾满半卡的橙子 好橙子呀 太甜不好 这东西 你吃了才知道嘛 是吧 甜或者不甜 吃了才算 你抽的啥时候能寄出来 今天已经寄出来一大部分了 我的甜葱呢 已经说了呀 在直播间里面 哪家葱很正很正点 那你不知道啊 东海啊 直播说了好几次呢 然后Q录群里面 你可以爱他人蛋如梅 问连接 谢谢吴神论 至于说 大一那个群峰之上 你打算买吧 能把泡完的西归记我点 尝尝咸淡吗 不用啊 云道宇 你要需要的话呢 你爱他人蛋如梅 你说给我个 发个十块钱的这个链接 你去说 我拍点茶样 我给你多记一点茶样 你怎么一次都没碰到 这说明你对本直播间 不上心呢 我很难过 东半山的 今年有这个冰岛五债啊 从从计算栏七啊 谢谢十五从军争八十得归啊 冰岛五债之一的 诺武南破都有 而且都很便宜 都是四百多 不到五百的差 别这个就是说冰岛了 这个周边了 咱们直接有冰 这个冰岛五债之一的 南破和诺武啊 你这就看我半章 都说明啥不巧了呗 这个网上的茶也不是天上掉下来 都是收的呀 这些说别人自己收的 比网上上的点好嘛 这玩意一份价钱一份货 不一定的用 这个你在 你群里面问他人蛋如梅 还给你发现面接吧 有的 这些冰岛五恒 这个神游不神游啊 就这么说吧 茶好与不好 关键在于你愿意花多少钱 去收收哪个地方的 喝茶伤味 不会啊 你喝点熟的很养味的呀 熟茶很养味啊 然后过两天 这个全新的大理盒 带坐折的 带自国分家书的 也应该会跟大家见面了 也是经过了一个月的准备呀 那么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在哪里能买得到 店里呀 西龟南坡呀 今天喝的就是这个 诺武吗 西龟和 不是说错了 南坡和诺武吗 今天喝的是这个 说说谁喝过大糖版的茶 加盐加调料的那种 我喝过 不怎么样 以前有一位达人 要复刻古代的这个就是 茶味 谢谢敬礼 谢谢杰西素食 说福建未来重灾区 可能茶造成的 是因为什么 人家是食道爱重灾区 好吧 原因是这样的 他们喝茶的时候水门太高 然后长期喝这个就是热茶 导致食道我被烫伤 我没打算搞 喝不惯喝不来 饶了我吧 也说喝茶呢水温还是要控制控制的 哎呀 红茶不就是熟茶不是啊熟茶是熟茶 这个红茶是红茶 说喝茶入口的温度多少呢 60度左右吧 一般来说不烫嘴就行了 说了解这个木叶天幕吗 你是说药变天幕吧 不能说冷茶没味 就是冲茶的时候水温可以高一些 但是喝茶的时候呢 等茶稍微这个量量一下 都是发酵过的 红茶的发酵和熟茶的发酵是不一样的 熟茶要好像至少得发酵一个多月吧 我对发酵 红茶的发酵好像挺快的 虽然我不懂工艺 但是两款茶的这个发酵是截然不同 而且红茶主要是叶红素 而熟茶主要是这个叶茶 就是红茶是茶红素 黑茶是茶褐素 所以说渐斩 红茶是全发酵的 那么乌龙茶是半发酵的 就是你说的铁关音什么的 那就属于半发酵茶 好 车奖结束以后 咱们来讲今天的这个历史骗局 原罪有数罪券 其实刚才呢 有人谈到了一个这个 就是说 谈到了一个文艺复兴 谈到英国的问题 那么英国呢 在欧洲啊 在欧洲呢 这个 嗯 它是一个 可以说是文化沙漠般的存在 因为你想 十六世纪的时候 欧洲人 英国人还吃手炸饭呢 而且英国呢 也一向被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啊 看作什么 野蛮 看作这个 愚昧 对 总之就是受排挤的存在 那么英国的这个文化 什么时候兴起呢 其实呢 要 谢谢初见YF兄弟送的办卡 这又是这个秒杀 说文艺复兴十日团写的不错呀 请 又知道个十日团 哎呀 谢谢一个快个匪刷将 你先看看谁 恭喜初见YF 恭喜星空夜无痕 果然啊 倒点秒杀还是很厉害的 哎 十日团算什么 对吧 你要看的话 就要看什么 萨德大传 有时候我会纳闷啊 真是什么出名疯什么 比如说是吧 金瓶梅出名了 所以网上很难买到金瓶梅 莎士比亚不能算是文艺复兴时期 都很末了了 应该算都算宗教改革时期了 文艺复兴什么时候 十三十四世纪吧 你要想想是谁的时代 丹丁 这个彼得拉克 是吧 伯加丘的时代 那 往后面了 是这个 雷亚纳多 达芬奇 是吧 拉斐尔 这米开朗基罗 那哪有英国 有什么人呢 谢谢乌海九九 但是呢 像这个 对欧洲的这个就是露骨的 情色文化描写的一部很 也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著作 萨德大传 竟然 能买 当然这类书印的也非常少 你要说这个 哎呀 就是什么 人怕这个出名猪怕壮 在国内并不怎么知名的一些作品 还能够翻译并出版 谢谢ZX雷四五一 你要知道 就是写萨德大传的那位人 他老婆 Rora 就是那个 彼得拉克的恋人 比卡门还那啥吗 比卡门这个夸张多了 说句不好听的 是吧 现在的这个欧洲的一些众口味文化 多多少少都要受到萨德大传的影响 原因是 萨德大传它的作者是一位贵族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 他监狱里面带着无聊啊 再加上因为是贵族有身份 是吧 这个就写书嘛 写什么书呢 写他祖父还是曾祖父的故事 正好就把这个 就是比特拉克时期 这个人有什么 这些投网搜集有啊 萨德大传啊 好 跟大家切一下 这也不算闲聊吧 跟今天的内容切合相关 嗯 是吧 是吧 要我要说的话 这可比金平没夸张多了 别问 是吧 问就是不知道 嗯 他这是在文艺复兴时期 也可以称之为什么 这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了 很厉害的 影响也很大 那么 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谈论 文艺复兴呢 他最重要一点是吧 打 石坦 石坦跟萨德大战比不了 别问为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啊 就这 那么 在这个就是文艺复兴时期 那么 欧洲出现的这些思想家们 其实呢 是这个 嗯 对这个 中世纪的黑暗 是吧 这个发起的挑战 也彻底打破了宗教的思想束缚 首先一点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什么 到现在还会有些人去问 认为是文艺复兴是把思想去推到一个高峰 其实错的 当时因为在中世纪的黑暗 这个欧洲的这个宗教束缚 使人的思想被禁锢 那么文艺复兴他实际上去复兴的是古罗马 古希腊时期的那种璀璨的文化 那么这中间呢 也引发了很多人们 关于这个宗教信仰的思考 啊 那么在这在早期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和绘画的创作 虽然说文艺复兴起初 无论是诗歌还是绘画 都是围绕着这个就是 宗教来这个 嗯 作为这个主题的 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中后期的时候 那么已经就是脱离了这宗 宗教的这些思想去表现一些人文的东西 那么我们会发现 当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啊 那么就成为世界的文化之都 有人说文艺复兴和英国文艺复兴 英国受到文艺复兴影响都非常靠后了 那么因为文艺复兴解放人的思想 又使得啊 这个当时这个欧洲 开始进行对宗教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那么使这个 既血腥又野蛮的天主教 也就是基督教 变得温和起来 于是我们看今天的西方的宗教 在一块大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感觉 除了这个信仰的神和教义没有改变之外 完全都已经是两个宗教了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个骗局 其实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骗局 赎罪券 上周说了 本周给大家来讲赎罪券 赎罪券是什么呀 赎罪券是什么 你不能从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 是不是我犯了罪 然后呢 我花点钱去免除我的罪行 是吧 买的赎罪券 或者说提前先买了 然后呢 犯了罪犯了错之后 我拿出一张来 把我罪抵消了 没这好事 没这好事 赎罪券呢 说实在的就是离 这个就是 不是 是马丁路德 不是马丁路德金 加了金的话 那就是I have a dream 是吧 人权平等了 你别闹啊 也不是呱呱乐 那么 赎罪券所赎的 是自己就是一个人 在人性上的罪恶 生下来 因为欲望所犯的罪恶 那么我们知道 在基督教的清典教育当中 是有 人是有原罪的 七宗罪 那么 就类似于这个 就是佛教的这个 就是贪臣吃 那么 按照基督教义的说法 是吧 人生下来是伴有原罪的 为什么呢 你说 一个刚刚刮咕咕落地的婴儿 他有什么罪 有罪啊 那就想了一想 掃里面的卷门坎 是这意思 他有什么罪啊 那么这又需要去从通过这个 就是去讲基督教的 一开始的这个诞生 教义 约全书 圣经 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很简单故事 人类之祖 不是熟罪的能上天堂 只是输原罪上天堂令说 可能还会要叫天长卷 但是我没发现实证 咱说的熟罪卷 说 亚当和夏娃快乐的是吧 生活在伊甸园当中 过着没修没操的生活 然后呢 上帝跟亚当和这个夏娃说 说什么呢 这个 说 这个 圆子里面的这个就是 果实 可以随便吃 但是呢 千万不要去吃那个就是 苹果树上的结的这个果实 那是智慧之果 吃了是犯罪 那么 亚当和夏娃呢 恪守着 是吧 上帝的这个训条 然后呢 在伊甸园当中 愉快的生活着 那么 撒旦就觉得 不能让这两口子是吧 活的太幸福了 递给他们 搞点这个 就是 事情 所以呢 撒旦呢 是背叛了上帝的天使 卢西法 是吧 化作一条蛇 哎 然后呢 去引诱亚当和夏娃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实 这亚当和夏娃是吧 没哪碰到过这个骗局啊 一看这蛇 为什么拉着苹果树下 磅缓不去呢 而且这蛇呢 好像表现一说 这果子很好吃的欲望 吃一口不会死人 是吧 哎 结果亚当和夏娃吃完一口之后 突然有了智慧 有了伦理的观念 亚当看夏娃不好意思 你说你看了这么久了 再看突然间有一天看不好意思 我觉得很纳闷 关键 夏当看亚娃 不关键是亚娃再看夏当也是不好意思 你说这男男女女的两个人没修没丧 生活了这么久你不好意思 好了 结果两个人是吧 觉得不能把最重要的地方暴露出来 然后从其他树上找了树叶 扎一扎 把该遮盖的地方遮盖遮盖 这现在上帝有一天想到 去这个伊甸园里面视察视察 看这小两口锅的怎么样啊 突然一看 怎么回事啊 男的穿的是树皮这个小短裤 你的穿的是这个树叶胸肠 你的 完了 完了 这俩 这俩吃了这个 智慧果了 上帝说我跟你们说不要吃 你们偏偏说要吃 啊 你们偏偏吃了 把我的话当耳边疯是吧 这样一点远你们带不下去了 干脆去人间受苦受难去吧 结果亚当和夏娃就这样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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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那两个人是吧 那总得会参中接代吗 是吧 这 哎呀 这不啊 因为这俩是犯了罪 是吧 从天上天的伊甸园下来的 那他的后代不就有原罪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亚当和夏娃 嗯 那在圣经里面的故事吗 啊 怎么了 他就说人生进来是有原原罪的 好啊 你说一个孤孤落地的婴儿 有罪 写到这个教条里面了 写到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了 谁敢说自己是无罪的啊 说自己无罪的一定是撒旦派来的 他是恶魔呀 你有罪是吧 有罪 行 哎 那么怎么样去赎罪呢 去做礼拜 去忏悔 是吧 去忏悔这个就是 哎呀 生下来到底犯了什么罪 那么到了啊 十一世纪啊 当时这个教皇 是吧 沃尔班暗示 搞十字军东征 然后我们都知道 十字军东征打的是哪呢 打的是圣城耶路撒冷 对吧 圣城耶路撒冷 具有海南的财富 这十字军呢 到了耶路撒冷 这哗是吧 这一大堆 这一下子大肆劫 各个腰包都鼓鼓当当当的 沃尔班二世就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们去打劫啊 抢了那么多财富 你们也不长得眼色 我我是发起 有我一份 关键是圣经里面没有写啊 没有写什么呢 哎 狮子军打劫有教皇一份 这教皇看着这么老头的财宝 是吧 看在眼里是想在心里 是吧 你看这教堂的这个 上面的十字架旧了吧 啊 现在自己睡的这个床 是吧 也破了吧 教堂的墙需要粉刷呀 啊 这椅子需要更换的 都是用钱的呀 教皇一琢磨 琢磨呀 琢磨来琢磨去 拿着圣经啊 翻过来翻过去 这玩意圣经里面能看出钱来吗 其实我们说 中国人早就知道 书中自有黄金屋啊 这教皇呢翻了第一篇 第一章 哎就在看这个亚当夏娃的故事 看原罪 看原罪原罪原罪 原罪都是做礼拜赎罪的 但是你说他们那帮十字军是吧 都已经跑到那么远的地方了 没办法回到欧洲来做礼拜 他们没办法赎罪呀 我得给他们想个办法 他们去赎罪 怎么办呢 哎 以教堂教皇的名义啊 印了好多这个券 啪啪啪啪啪啪 什么意思呀 只要你花钱买了这些券 哎 那你们的这个罪行啊 你们的原罪 哎就会得到救赎 因为你们去打仗去了嘛 对吧 时间都用来打仗 没时间去做礼拜 上帝是不高兴的 说这群罪人 上礼拜不赎罪就算了 这里边还不赎罪 俩礼拜不赎罪了 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我都等了一个月了 你能合适吗 然后教皇就告诉这些 这些这个士兵们啊 这些骑士们 你们长期不做礼拜 上帝很生气 上帝很生气 我也就没办法了呀 那这些是 这些这个 骑士们就感觉到很惶恐 怎么办呢 买着 赎罪券 这多少金币一份 买了之后 大家拿着赎罪券 如果上帝找你们 亮出此券 上帝立马明白 赎罪了 赎罪了 就这样 哎呀 教皇乌尔邦二师借助十字军东征 通过发售十熟碎券 是赚的是波尔满嫖逸呀 废话 这 这 这笔印钱 还赚呢 说句不好听呢 啊 随便印上点东西 换回来都是黄金的 对吧 那那那那那 收赎罪券的方式也很简单 是吧 俩红衣主教 是吧 这个一个端着箱子 一个在前面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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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拿十字圈 是吧 是吧 然后前箱里面的金币当当响 就这样流行起来了 赎罪券这个东西的出现啊 是教教皇手里面拥有了花不完的钱 哎 也就是说从十一世纪一直到这个十四十五世纪 哎 教皇从来不知道缺钱是个什么概念 你想想 现在的教皇啊 梵蒂岗的教皇阔不阔 嗯 你想想现在的教皇得富裕到什么程度 你要知道 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 对吧 到此时此刻 其实 其影响力就没有办法和六七百年之前相提并论了 对不对 那么既然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 那 教皇都已经扩到如此程度 每年的经费都是多到花不完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翻到几百年前那里爽到什么程度 发售赎罪券 那么 赎罪券啊 到现在啊 已经变成了一个包一词 他倒不是说当初那样是个贬义词 一个忘了的东西 炸 炸钱的 嗯 现在变成了一个 这个 包一词 好事啊 一般来说想什么减免税收啊 对吧 这个取消这个就是 嗯 这个税务啊 借钱不用还了呀 都可以是吧 数字卷啊 啊 来称呼 怎么回事呢 文艺复兴时期啊 啊 那么 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质疑宗教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去思考人文去思考人生 那么宗教呢 也脱离了这个就是中世的黑暗 那么 开始就是说像一个 嗯 相对正常的信仰的方向去发展 虽然说 在这个时候啊 没有人可以去质疑上帝的权威 但教会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从大不如从前了 到了15世纪的时候 应该是15世纪啊 记得不那么轻啊 年代 就是说到了这个 神智人员能结婚吗 嗯 你听说教皇有老婆吗 教婆 别闹 嗯 咱们接着往上说 到了这个文艺复兴后期 教皇也缺钱呢 啊 教皇缺钱怎么办呢 当时得一致啊 这个普鲁士啊 兴起的这个很快 那么 得一致的啊 这个人啊 也比较虔诚 那么 当时的教皇就派了俩红衣主教 去 日耳曼人那里面 贩卖赎赎赎券的 我没听说过神父娶修女的 也没听说过修女嫁神父的 没听说过 嗯 嗯 我们说的是教皇嘛 这一说有一些神父结婚了 也正常 对吧 兼职嘛 咱们说的应该是这个 教廷的神职人员 僧侣 哪有啊 好了 那么 两 两位红衣主教 是吧 这个来到 热尔曼地区 德意志地区 开始去卖赎罪券 在一通这个就是演说之后 啊 哎呀 这些老百姓啊 听的呢 已经是感激提灵了 心想 我为什么过得这么惨 因为有原罪啊 啊 我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这样子这个难过啊 因为有原罪啊 把我最熟了 对吗 最起码先把心理上的罪解决了 再解决现实上 等等 哎 村民们呢 就是老百姓呢 踊跃的捐钱来购买赎罪券 那么很多人真的是倾家荡产啊 来买 其实很正常 因为人的信仰啊 有时候我们会说是这个难以理喻的 就比如说你说南带而外是吧 整个直播间的人都在说你被骗了 你被洗脑了 当然看我们呢 哎就是被洗脑的 而且你会发现你就根本跟他说不通 无论是大家怎么跟他讲事实 怎么讲道理 那国内的啊 国内的人进行了架工啊 被篡改了 国外的你不知道有大外宣吗 总的就是我妈不相信的 都是别人在忽悠我的 因此信仰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很可怕 是吧 一旦去认定了它是真的 你想去看 说大外的价值观在西方 他跟西方的价值观也不一样 有一样吗 你如果去看美国人的思想 你觉得大外宣的思想和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思想 有一样的地方吗 跟华盛顿信仰有一样的地方吗 这不是典型的是吧 洪秀全社的上帝教吗 拿西方的一些名词编上自己一些东西 然后他信那个 对吧 他要是信仰 他要有西方的价值观 反而好沟通了 那问题是没有 好了 这就是现实 盲目的 盲目的盲目的倾家荡产买赎罪券 那么总会有人是吧 看不下去 你倾家荡产去买赎罪券 你后面的日子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一个当地的神职人员站出来了 马丁路德 没有金 马丁路德 他是基督教新教的代表人物 也可以看作是创始人 也是西方路德派的代表人物 马丁路德站出来了 西方是上帝给你托梦啊 让你来卖赎罪券啊 你见到过上帝了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说自己跟上帝交流过 因为但凡这样说的人 嗯 就等于是异端 就等于撒旦 洗脑了 那 既然你们没有跟上帝有所接触 上帝让你们买赎罪券了 那马丁路德 义正言辞的去指责红衣主教 说实在的 他通过教义来进行辩论 赎罪券这个东西啊 存在是不合理的 嗯 是啊 这个关键性的人物 那么 当马丁路德站出来去指责赎罪券的时候 那么谁都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个蒙人的 就是一个圈钱的东西 就是个皇帝的新装 之所以没有人敢捅破这个 这层窗户子 没有人敢说这是皇帝的新装 是因为教皇啊 这个拥有无上的权威 但是经过了文艺复兴 教皇的权威已经是吧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就是说 大了 因此马丁路的理念很快就推广开来 那么赎罪券啊 也就成了历史代名词 那么如果说赎罪券这个一开始之初啊 那说要赎的是原罪 后来倒是好了是吧 你要说上税 这个税负比较高 不用交税了 这 捡了啊 赎罪券 欠钱不用还了 赎罪券 这只是说 你要说教皇不是被决于杀了吗 死因不明吧 你要至文艺复兴时期 是吧 在那个阿维尼翁的 就是教廷迁当的阿维尼翁的时候 是吧 但是呢 你要说被杀了 一般 哎呀 那以前这个词不好 现在这个词呢 不错 但不得不承认 赎罪券和这个 军事坦定大帝 这个 哎呀 献土献土 这个 书 一定可以说是在中世纪 世界两大骗局 哎 人呐这东西啊 还是一样 有信仰 虽然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信仰要信到这个 不变是非不变真假 信仰要信到 这个不知对错 这样的信仰 不如没有 谢谢死亡济世 所以说中国嘛 中国的思想是多元化的 什么样的人都能找到嘛 那吧 我 有时候 闲下来也会去思考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你说 你说 在我们身边 能不能找到那种很正直 这个 这个 很有理念的人 有 有 有 然后呢 能不能找到那种实用 就是实用主义非常强的人 也有 甚至我们还能找到那种金钱至上的人 当然了 在他的眼里面 就是 钱是老子 没钱是孙子 钱是这个 好东西 没钱 没钱 就什么八蛋 就是 这个东西 就是说 多元化的产物 也不能说包容中庸吧 因为中国的历史比较悠久 而且很多东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已经上一个无数次了 你就说玩宗教信仰这块 什么白年教啊 是吧 包括后来的 洪秀全的上帝教八卦教 什么天理教 说得上名的 说不上名的 咱们在讲庸正朝的时候 不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离谱宗教吗 叫一注清天 上天三注江教 每天起来啥事都不拜 先拜老天 你老天定三注香 谢谢麦拿阿万 总之啊 这种东西 人呢 总需要有个精神寄托 精神寄托 如果说是正确的 那还好 就怕是吧 精神寄托 不正确 要了七名了 嗯 嗯 嗯 谢谢托耳朵绿文 对还有一贯道 说得上他名字 说上名字一堆 很正常了 嗯 有时候大而外出来活跃活跃 我也知道一些老水友看不下去 其实这不就是人人间的一面镜子吗 把大而外留在这个直播间 不送他个365 其实我也是想告诉大家 每一位水友在以后的人生当中 以后的现实生活当中都能碰到这样的 那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 也是一个难题哦 是不是啊 对啊 你这些说信佛教呢 做个最精简的例子 放生 哎呀 觉得放生了就是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腐屠 是吧 拯救了一个生命 好家伙去水产市场 是吧 我不用度他 我只让大家去看 这是一面镜子 照他这面镜子 你能看到你自己 哎呀去水产市场 买这些活的水族 甭管适不适合在本地的水域里面生活 框框框框就往里面放 哎 甭管有害没害 框框框里面这个往里放 哎呦 看完之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吧 典型的这个去 求心理安慰 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 啊 最离谱的是什么呢 哎 这个 嗯 咱没说嘛 就每天给他留上半个小时 是让他先聊两句完事的 剩下时间让他闭嘴吧 这个方法 当然今天水友提示的好 对吧 咱们讲正题的时候 就不用让他来捣乱 你就说 上次我看到一个新闻简直是匪夷所思 什么事呢 有人去市场上 看见卖蛇的人 要杀蛇 蛇也是一条生命啊 要拯救这生命 好 他完了一筐 蛇全买下来了 蛇是什么蛇呢 蛇是眼镜蛇 这哥们往哪放呢 他们小区花坛里头 打开笼子 一笼子眼镜蛇 哐哐哐哐到小区花坛里面 你放声还是在谋灾害 还是在杀人呢 上海的吗 结果打电话叫消防去抓蛇 哎呦 能说什么呢 问他说还振振有词 拯救生命 你呀放他是剧毒的蛇 你知不知道 咬人会很 这玩意就算是有血清也容易出问题的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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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眼镜蛇 我去 哎 你这小区域那么大 多少人在带着小孩子 小孩子还在这些草坪上 花坛里面玩 蹦蹦跳跳 你空气一下子 放进去一笼子眼睛蛇 这都在干什么呀 我觉得野生动物值得保护 但是没有你这种保护方法 这野生动物能不能放生是一回事 放到哪里是另外一回事 无奈 我说人就正常 都希望有个精神寄托 宗教这个东西 总能够让人在思想上得到净化 但是能不能理解到位 就另外一回事的 你要说真正能顿悟的人 能有德行的人 古往近来能有几人 就说句不好听的放下 我看了那么老多书 我都没觉得我能放下 最起码是吧 我也会说 这讲了这么久了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的 现在谁有经常听的 比方来个半卡 是吧 大家的小礼物走一步 因为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真要是一分钱不赚 难道真能是吧 往那一桌 一碗青粥 或者一碗西粥 哎呀 看穿这三千红尘 人就能一世清静啊 我真的是做不到 放下能理解 一切皆为虚无嘛 我倒是知道 这倒是没啥错的 对呀 人生之寿命 不过短短数十载 那这宇宙是吧 几十亿年 如果是这样话的话 你也不过转瞬即逝 说这都没有道理 可是现实生活还是很难的呀 肚子饿了 还是想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还是 反正是有肉菜 我不想吃素 有的 有这个 牛肉 我不想吃猪肉 这样 我过不了自己我这关 谢谢吴神伦 谢谢加斯友 谢谢岁月流世 虽然我也知道 真正的高僧大德 能够去 看穿财富 无视这个 故事 但我不行啊 做不到 做不到 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什么 境界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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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 有吃有喝 有钱赚挺好 嗯 哎呀 至于说 人家佛教里面说的 无人像是吧 无我像 无众争像 我着想 我着想 该着想的时候 还得着一着 哎 也不知道 就是土耳朵瑞文啊 不是对立 还是消极积极 信仰这个东西啊 只有极少数的人 这个能做到 不 不是穷以富的问题 宗教讲究什么 讲究解脱 讲究放下 讲究无为 是吧 能把这一世间的一切 看成虚 这真的是一种境界呀 就是我的理智告诉我的确这一切都是虚无 但是 我虚不起来呀 说我会羡慕那些话外是什么 羡慕呀 没有烦恼啊 真正做到了 无欲无求 没有烦恼了 人生已经 就是说在思想上已经完美了 但这这真不是就是说 强行的往上信能信的 这个出来的 这不可能的 这是境界 不是与谱无缘 这是境界 你咋知道他没烦恼呢 有烦恼的人做不到那一步啊 谢谢大船宰太阳 不是混一辈子 哎 境界嘛 这华为之人怎么解决基本需求 没有了 有什么是基本需求呢 他会问你 哎 这世上有什么东西 是吧 是一定要有的呢 我都可以跟你说 你觉得今天你所拥有的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是你的呢 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你的 说既然什么都是虚无 那活着还有什么必要呢 那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为活 什么为生 什么为死啊 然后你说心脏听众掉动 那么这些高僧大德们会摇摇头 你会说你也着想了 今天有点太深了 是啊 不是老鬼变论了 的确你说真是能离到那种境界的时候 是这样 是没有 这世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你的 同样 你也可以说所有东西都属于你的了 用他们来说 活着就是修行 而且活着只是修行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以人为修行 化作草木为修行 与众生涅槃为修行 他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吗 他说了呀 你的存在只是修行 不不只是修行 就像你存在 就是修行 说咱说人瓜好玩 就得不想那种神的东西了 是吧 说修行是什么呀 这还不简单吗 参透你为什么在这里 说句很简单的话 张张张去 你为什么会在22点35 而2020年3月27号 在这个时候去发这样一弹幕 修行是什么 不 他们也不会去否定他人也八告自己 说句不好听的是 不应该说说句不好听的 本身他们就是在追求 是吧 本我嘛 不讲了 晕了 嗯 为了怼我 对 你认为 谈论这种问题的时候 是要去分对错吗 错了 这不是去证明一个数学道理 也不是去谈论 某一件事情值得不值得 只是 是吧 活着到底是什么 没有对与错 所谓到 是吧 你说为了怼我 也是到 哪怕怼字打错了 你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还是到 得是道 是是道 一切皆为道 当然了 这是道料的说法 换成佛家的话 人家说是法 谢谢无神论 这有点哲学的成分了 是吧 对呀 都在道中啊 好 咱就 别再讨论了 因为这样的人 几百年也不见得能有一个 所以这就是活出境界来了呀 这些四十五加一 我等俗人呢 还是该吃吃该喝喝吧 反正我会觉得 活得世俗化 没有什么不好的 谢谢短毛小尾巴 好 咱们一会儿四十五的时候来讲 今天的打花南美超 刚才呢 在讨论新冠 是吧 哎呀 嗯 这个 谢谢天昏堂之人兄弟送的一百个粉丝光棒 新冠这个问题呢 可能在 就是现在应该还好 因为毕竟 这个 多变种的交叉感染 才处于这个 刚刚的发明阶段 那么至于说 能引起多少免疫风暴 然后会出 主要出现在哪些地区 现在谁也不好说 只能说像东京啊 像伦敦啊 哎 像这个 就是纽约 这样的地区啊 就是说 概率大一些 至于说 嗯 对明年的经济啊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猜啊 还是超发美元的问题 说怎么一步步的 搞得现在跟末世一样 人祸远甚于天灾啊 说句不好听的呀 不就是瞎折腾吗 你要说从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严肃对待 是吧 该隔离隔离 该这个封闭封闭 哎 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 所有问题都失伪了 收伪了 那么 既然现在收不了伪啊 那 开始进入下一阶段 那也不能 放之不管 听之认之 那 哎呀 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还有这个 越来越上升之事 昨天呢 在聊的时候 有时候有问我 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今天呢 其实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如果新冠疫情 再得不到有效控制 再进行瞎操作 再有侥幸心态的话 那么2021年的时候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死亡人数是这样 赤波浪线 然后呢 缓慢上升 然后当出现这个 多变种 重复感染的时候 那么死亡率高一些 这个死亡率应该是会按照某种公式来进行叠加 不是简单的一加一 然后人数变多 然后再进行一半传播的时候 就会出现免疫风暴的现象 可能会出现在 快的话 就是2021年的 就是春末夏初 然后慢的话 就是2021年的冬天 那么就是这样 一气绝尘的 那怎么办呢 也不能说 真正就让这种情况去 发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现在 时时隆冬 新冠传染 它比较这个感染 比较这个迅猛 最好的方式 还是以隔离为主 有人说不是打疫苗吗 疫苗这个东西 前期产能不可能那么高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更多的测试 对吧 毕竟所有的疫苗都是仓促上马的 有没有问题 会产生问题 会不会对所有变种都有效 这些都是未知 那么等到了明年 这个夏天的时候 因为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 夏天的这个新冠发作 还是比较这个缓和的 利用夏天的时间 到时候集中接种 这样的话 还要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检验疫苗的安全性 进行查缺补漏 然后赶在明 就是利用明年秋天 赶在冬天到来之前 大面积的这个接种完 还有的就 否则呀 2021年呀 哎 新冠呀 可能带来的死亡人数 真的能让这一代人 感觉到阴影 就是小德士说 这疫情怕是要好几年擦屁股 能擦完也就了了 我现在在想 非洲印度怎么擦 莫老先说要买疫苗 莫老先买的疫苗 是肯定是针对高中型人的 而且是有钱的低种型人的 你还指望莫老先 能掏印度国库的腰包 给那些低种型人都接种吗 我觉得是想多了 对吧 只要这个新冠在低种型人当中传播 肯定会出现 一个对疫苗无效的 这个变种 然后又得再来一遍 哎呀 然后剩下就交给老天爷吧 说依然来印度也有 有钱的低种型人 有啊 不多而已 就是说比如说小商小贩 是吧 做生意运气好发了 国际贸易嘛 这个 也不奇怪 说这个消息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什么消息啊 你怎么感觉没谱呢 猥琐的炸叔叔 这个猥琐的怪叔叔炸金 说干脆不卖印度 现在你要知道啊 在满足基本的这个 莫迪老先排第三吧 也不算是低种型了 中低 就是说当疫苗开始这个公用这个就是冲突的时候 干嘛不卖呢 有钱赚吗 对不对 赚印度人的钱是好事啊 现在的话 供不应求 当然想不到印度了 所以印度有一半感染力是真的假的呀 这个也是来自印度官方的这个说法 你放心吧 印度人只会低估不会高估 那 至于说一半啊 已经是保守估计了 至于说印度满美债是被迫的 被迫吗 我看也不尽然哪 这要是被迫的话 印度应该是廉价卖资产的 谢谢 莫道人生长思梦 谢谢 风月满屋花满了 谢谢 风月满屋花满树 哎呀 我玩了好 数据可靠 说这会三个就不用喊人口红栗了 谢谢姑姑不要我这块 谁知道呢 印度的话 弄不好啊 明年都有大事情发生 啊 什么叫美式官枪了呀 这怎么是美式官枪呢 实事求是嘛 因为印度的情况很多都是未知啊 原因是印度自己的统计 都是有问题的 那你说 大家不都是这个 一起在预估吗 那你咋办 换句话说 印度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 新冠在低种性人群当中的蔓延情况 这事啊 除了老天爷知道之外 没人知道 有可能是吧 低种性的人呢 抵抗力比较强 新冠对他微乎其微呢 这也不是没可能的 所以呢 就是 我们在去担心印度的时候 其实是起人忧天了 有可能是吧 这个低种性的人是大量死亡 然后呢 因为本来低种性人的死亡率比较高 然后被掩盖下去了 这也不知道啊 谢谢红豆肉绿豆苍 谢谢三文不升级 对 有恒河水 印度也是 盲目的这个 觉得恒河水能救他们 哎 没办法 谢谢 齐天大圣 谢谢 好 玩了 来 准备今天的大话南北朝 五四三二一 上回书 我们说到 这宋文帝 刘一龙 当上皇帝之后 也知道 不能够立即跟徐献之 傅亮等人决裂 哎呀 当时的心腹啊 道言之就给了一个建议 内井外松 勤于正式 只要皇帝把禁军掌握在手中 别人想搞事 那是千难万难的 只要皇帝勤政 那么别人就想挑毛病 也挑不出来的 皇帝的个人安全啊 那么在于皇帝的威信够不够高 只要皇帝能够立得住 全臣也不能拿皇帝怎么样 哎呀 刘一龙啊 对帝王的理解 真的是到位 立马就懂了 天天呢 是哎呀 三天一小仇 五天一大仇 勤于正式吗 同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 使得群臣们开始认为 别看着皇帝年纪小 真有个皇帝样 干啥啥不赖 这个重用贤人 听信忠诚 这个就很了不起了呀 那我们说 对于徐宪之 富亮就难办了 徐宪之富亮 为什么要把刘义福给废了呢 是因为刘义福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皇帝 那么看到刘义龙成为一个好皇帝之后 几个人也很难受 因为从道义的角度来说 他们做了一件大不敬的事情 对吧 把自己的老大给推翻了 善杀主军吗 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做这件事情 是有利于江山设计的安危的 如果不去把这个昏君给废掉 国家要玩完呢 这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 外有强敌 内有纷争 死结 有人说 自古忠孝两难两全 自古忠孝两难全 可选尽忠 而尽孝 对吧 对皇帝尽忠了 也就对父母 有了孝道了 你说这怎么做到的呢 对皇帝尽忠 皇帝尽一高兴 给父母 是吧 活着的 给个封号 死的大 给个嗜号 内马忠孝两全了 但是在这种事情上 你说怎么两全呀 按照法 律法来说 这仨都是乱臣贼子 但是由江山设计而言 这仨有的功 有功于设计 论罪 千刀万剐拉擦 论功 这封侯扮相 亦不过分 死循环 这也是现实 那么就这样 过了一年的时间 那刘一龙也知道 是时候去减除 徐县之负量 协会这些人了 有一天 刘一龙就暗示 现在国家 一片太平 也在积极的北伐 你说 是朕的功劳呢 还是几位大臣的功劳 大臣们都说 都是陛下的功劳 那都是我的功劳 那几位大臣 那那那那 为什么 在的时候 就看不出来 朕有这些功劳呢 几位大臣在意 这个僭越 因此 就有人来说 翻旧账啊 翻什么旧账 当年 少帝 刘一符死的残啊 刘一真死的冤啊 都死来的 仨乱臣贼子手上 刘一龙发话了 朕身为九五之尊 不能为兄弟申冤 朕还是个皇帝吗 朕身为九五之尊 不能为朝廷 诸楚这些乱臣贼子 朕还配称为皇帝吗 尽管这些人 有那么一丁点功劳于设计 但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 为江山设计着想 朕也不得不这样做呀 朕之心痛 无人能解 朕之难过 无人能体会 来人 派人 把他撒爪 这一天 这傅亮和徐献之呢 两人正准备就说 上朝徐献之到的早 刚到了皇城门口 敢这个 这时候啊 突然间就有家里的宗族来了 不能进皇宫啊 怎么了 陛下刚刚已经下旨 说要诸楚你们 陛下刚刚 议了 废地 之死 议了 刘玉珍的事 徐献之 这是一听 在这个时候 提这个事 就是要杀人呢 就是 杀也别说了 把这护板往这些 一转一转身 赶紧是 走啊 往了道路边上就走 道路边上就走 碰见傅亮 傅亮怎么着上场呢 一看徐大人 你怎么一关不整啊 你护板呢 老夫 祸事来了 祸事来了 什么祸事啊 陛下要杀咱们呢 我又没犯错 陛下从提旧事 提咱们废军之事 咱们可是为了国家 别说了 进军马上就到 这徐献之啊 是哭着回的家 你要说老嘛 也不算老 正之壮年啊 那没办法 也到这一步 回到家里面 伤心难过呀 你要说 个谁谁不伤心呢 当你一年多以前 铤而走险 做这样的事情 是为了自己吗 要说实在的 刘义夫当皇帝 自己也是位高权重 为什么要废掉刘义夫呢 还不是为了国家 但是为了国家 那犯了法呢 那怎么办 难过 难过 伤心 哎 伤心 难过 那怎么办 那死能活吗 能求情吗 这事求不了情啊 跟家里人 这个 告完别之后 去坐着车 出了城 出了城啊 他干什么呢 找地方自杀去 要说呀 前一秒钟 他还是 威风凛凛的 徐司徒 现在 已经是 无 无路可去的 落魄之人 天下之大 有地方能去吗 江湖之园 有 能找个地方安身吗 这一路上 他看见 种地的农民 他看见路边的乞丐 他看见 无家可为的老人 他笑了 乞丐能坐在路边 拿个破碗去要钱 无家可为的老人 还能主个拐杖 去争取去活下一天 那些种地的农民 虽然说 日上三甘 汗流浃背 还有一个流汗的机会 他呢 无路可去 无路可逃 没路可选 等他进军来抓 他的尊严 不允许他 像丧家犬一样 在各种镣铐之下 被压着去见刘翼龙 看完这众生百态 突然发现 原处有一废弃的破砖摇 懂了 这是个好地方 有人在这里烧砖 砖是个好东西 既能盖起宫廷电雨 又能盖起 这高楼大厦 更能 该做这木道 老天 老天带我不保 留下这么一个破砖摇 做我徐献之的买骨之地 我这辈子 虽然大逆不道 但我对得起江山社稷 想完这一切 徐献之是静身走到这破砖摇当中 砸了一根绳 上吊自杀 前脚刚自杀 后脚 闻讯而来的 禁军就把这破砖摇给围了 看完之 那人一看徐献之死了 怎么处理 谁也不敢动 毕竟是司徒嘛 派人 报告给这个 刘一龙 至于傅亮呢 傅亮就回到家呀 也郁闷 想不开 对吧 自己也 不过就是想到国家最好 这一年来 刘一龙 这个历经图治 自己也在旁边 悉心辅政 刘一龙也知道 这傅亮徐献之是什么人 也知道他们做的这一切 可是君权不容染指 如果今日不杀徐献之 谢慧 不杀傅亮等人 再给他们高官后路 请问后世 有没有人学他 刘一龙 此时正在这宫廷当中 正在这大殿之上 是双手赋于身后 是望着窗户外面发呆 尽管剪除了这几个 朝中政臣 尽管今天一切都将画上句号 可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都是动良之才 这都是能干之事 可是不得不杀呀 不杀他们 以后就有人跟他们学 不杀他们 就以后有人去 擅自废离君王 这江山社稷 安能长远 金情都不好 傅亮在家中 端坐 禁君来了 禁君呢 还带了刘一龙的一个手赵 刘一龙知道 傅亮死的冤 手赵呢 也说了 看过之后立即销毁 禁君头领 也并没有说 来人 把家抄了 但是走到傅亮跟前 傅大人呢 陛下呢 让我给你看到手赵 您看完之后 就把他销毁了吧 傅亮接过手赵一看 轻 认罪 你全家无恙 儿女都得以保全 正欲比 傅亮看完这个 你说是谢恩呢 还是不谢恩呢 刘一龙已乱称贼子之罪 杀自己 案里说此罪 诸九族 但是呢 刘一龙又说了 保你家人 我也无恙 也等于承认了 冤杀他 哎 傅亮呢 两行热泪下来了 老臣无罪啊 老臣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江山设计 老臣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 大宋能够千秋万代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老臣领罪就是 还望将军转告陛下 老臣到死 问心无愧 进军呢 一看 哎 来人 送傅大人上路 快一点 不要让大人痛苦 傅亮死了 徐县之死了 刘一龙 心情比谁都沉重 没办法呀 对吧 行事到了今天这一步 那怪谁呢 怪自己的老爹辈 为什么不选自己当皇帝呢 历史没有如果 这傅亮和徐县之一死 那还剩下个谢慧 谢慧人在荆州手握大军 那该如何应处理谢慧的问题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一会儿再讲 嗯 你要说这么说 董卓也是忠诚 错了 公正下 董卓和徐县之负量是一类人吗 对吧 有人造反是为了自己 有人造反是为了国家 两者岂能混为一堂壶 对不对啊 那你说 虞圈还发动这个 还把这个朱祁玉给辐射皇帝的宝座呢 那虞圈跟董卓是一类人吗 董卓那可是 懒尽天下财富 尽归没屋 虞圈却是两袖清风 是吧 哪有利益可以送王阵呢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说造反的有了国家呢 虞圈啊 说我咋知道他们是为了国家 历史会知道啊 对吧 历史会记载下来呀 刘一龙也知道自己理亏 所以跟傅亮说 你死保全你全家 这样是造反的话 那还不把人家一家老小杀个干干净净啊 对不对啊 共胜夏 这事刘练有没有过失 刘练有没有过失都已经到了他没法实施这个权力的地步 说于谦没造反 那于谦是相当于非了个皇帝啊 那傅亮和徐献这不也是非了个皇帝吗 你说两个人这些人干的事不都一个吗 一件事吗 一回事吗 你不能说于谦他就是忠臣 这傅亮徐献之就是董卓 人家傅亮徐献之也是南北朝世界的名臣啊 这也是有功于江山设计啊 你看他们的成就你会发现 也是国之栋梁啊 至于说董卓 你想想后面干的事是吧 在洛阳城内打劫 然后欺压百姓 后来甚至火烧洛阳 能干吗 皇帝被抓 国中无主 于圈 庸立新军 怎么就是造反 那庸立新军就是造反啊 这不行那你请问都这叫啥 山里军王啊 对不对 那造反不造反 要不你你把秦律给改改 或者你把这个汉律 把名律给改改 那你说的算呀 是吧 这东西你得根据当时的律法规定啊 造反不造反 那我们只能说 哎呀 这个你觉得 你可以学到他造反 你可以学到没造反 这都不重要是吧 但是你得根据当时的这个律法走啊 谢谢QMG757 这就是皇权时代的悲哀了 对呀 皇权至高无上 但是皇权也是一大堆的问题 当然了 封建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吧 慢慢完善的 谢谢 正在政治当中 貂蝉这个妹子很有可能不存在哦 谢谢 CSGOABC 谢谢 皇帝不好做 皇帝又人人享受 其实这就是 哎呀 权力这个东西啊 让人着迷 因为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肯定会碰到这样或者那的问题 碰到这样或者那的困难 为了去解决这种问题 为了去解决这些困难 你就会发现 权力是最简单直接的 然后呢 就开始对权力这个 有着无法抵抗的这个 就是权力的诱惑根本无法抵抗 这是为什么 哎 人都热衷于做官的 但是呢 一旦拥有了权力 意识到 权力所肩负的责任 很大的时候 退又退不得 哎 进又进不得 就开始难受 嗯 这就是权力 有进无退嘛 至于说权力滥用 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呀 至于说连人民都觉得皇帝是合理的 正常嘛 在封建时代 社会秩序就是这样的 你像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 对吧 嗯 我们现在能看到过眼的事情 在古代那都是大罪呀 就比如说 谈男女朋友的时候 是吧 没有结婚 然后呢 双方发生了关系 请问 在今天还是事吗 有人说 这有什么打净小怪的 你放古代 你试试看 不是退下来 就退不下来 怎么退呀 这就是现实 放在古代 这简直就是滔天大罪 你要说家党抓出来打死 这个衙门还会来发这个排放 打得好 谢谢漂亮书上博良 现在的话 是吧 这个东西啊 三菲尔八三 什么叫做滥用权力啊 你要说 很小的权力 在这个滥用的时候 其实呢 影响并不大 但是 就是很大的权力 开始滥用的时候 那就要亲命了 说古代未婚先孕怎么判 一般就直接打死了 判什么判呢 通奸之罪 直接打死 少废话 但是你要说 如果出了 两家都愿意 是吧 那怎么办呢 结个婚吧 是吧 不办个婚礼吗 就这么一回事 说七男霸女 这个三菲尔八三啊 你得看性质 什么叫七呢 那比如说 这个本来不是他的 他硬判属于他的 抢劫式的这种亲 和利用公权去女权谋私 就是优先去做某些事情都不一样 所以你在去定罪的时候 说实在的啊 就是说 挪用公款 挪用多少 这个量刑标准 七男霸女 实际行为 然后这说损工肥私 以上两款 皆适用于损工肥私 因此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啊 拿个比方吧 你一个村支书 上面的这个就是 有这个就是拆迁补偿款 或者说更地补偿款 那么如果家里面有人 符合这个赔偿 这个补偿的条件 优先给自己家人分 就是政策优先 落实自己家人 这也是属于典型的什么 就是说 公权私用 但是你只能说他违规 不能说他违法 因为他家里人符合条件 先给家里人用 毕竟在法律执行的过程当中 也不会去规一条 先进别人再进自己 对吧 未婚男女 发生有个罪 谢谢泰坦 这里面就要去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至于说挪用公款这些 是吧 贪污公款这些 就是罪了 是吧 有这种行政处罚 有刑事处罚 你要得搞清楚啊 谢谢SZC C6012636 谢谢 一般来说 越是地方基层 在执行层面的时候 越模糊 就往往他们会游走于 介于违法和不违法之间 很不好说 这些没被梦境 然后你说去怎么去整改 怎么去整治 简单来说啊 除非有一天AI比较先进了 然后呢 把基层工作通过AI去解决 不需要做决策吗 只是只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能好一些吧 能好很多 否则你这就没办法 对可操作太多了吗 但是在老百姓眼里面 优厌自己家人 这就感觉对方啊 多太过分 谢谢我爱你的朋友 就人总会是有私心的嘛 你打个比方吧 就拿直播将来说 是吧 哎呀 那肯定是 谢谢工程下 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水友 想听的东西 我就多讲一些 至于说一些陌生人 是吧 偶尔冒过泡来问一下 那我会就是 随便应付应付就完了 没必要去细讲 这不就是一个 坚书的问题吗 谢谢小小金城一龙飞 理论上来说是吧 每一位水友都应该得到 平等的对待 不应该说是 一个普通 就是哪怕啊 他这辈子只来过 这个直播间一次 他问的问题 我也应该认定对待 那有个水友天天来 他的问题 我也同样优先对待 谁先提出 应该先回答谁的 但你这样去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 主播就是个傻圈了 对吧 原因是 这些水友 他就来一次 就说什么 他问的问题 说明都不走心 问完问题的时候 他都已经过来直播间了 你还是个傻子 是吧 在那去回答来回答去 这东西就是现实 还有就是说 原则 你总能去 总需要去找到一个什么 平衡点吧 谢谢周南娥娥 对吧 一个直播间 尚且如此 谢谢西瓜天火 就不要说其他的 执行机构了 这一生能拿钱能办事 怎么说呢 工程师 你要说拿钱办事 就是好关 你要真这么想的话 就是助长了歪风邪气 清朝怎么翻的车 其实说完了 不就是从和珅开始 拿钱办事 带着下个人 拿钱办事开始吗 因此是吧 你没有办法去阻止 拿钱办事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你绝对不能把拿钱办事 当做一个观察的这种规矩 不好 你说碰上这种行为 咱说是上层建筑 发现一起 乘处一起 是关键 平时的时候呢 防卫杜鉴嘛 你要说完全阻止 那就是幼稚的人想出来的 怎么阻止啊 对吧 你要知道 任何一个贪官 他总会有清官的过程 说预测一下 今年能不能回家吧 你要想回 肯定能回的 只要 这个 没有强行的规定 这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说 原则上不支持回家过年 但是你要想回的话 假设啊 就是春运不会人挤人 那干嘛不放行呢 就是今年是流行弹性过年嘛 那问题来了 SupportityN兄 你打算 是吧 这个 在上海过 还是回家过呀 还是一样啊 所有的贪官都是清官来的 原因是 当他当官 又不是今天当官 今天收钱 对吧 都是今天现在当上官了 然后过了几一阵子 有的人呢 是几天以后就开始收钱 有的人可能几年 有的人十几年 有的人快退休的时候这样 不好说的 准备回家过 但是怕出不来 这个风险还是有的 毕竟 这个 甘肃地区 你二的官 一定要拿钱 一定办事的 有这个可能吧 但是我当时有个方式 你可以错峰 就是说 按照往年 在家过年 休个七八天 你把时间压缩一下 事迹从全嘛 凡事不能硬凑 是吧 你要赶上这个反攻潮 还真有可能是出不来了 你要是错开这块 应该进退自如 至于说优侠同事 被人下毒的事情 好久没来了 18岁女王 向架拉伸 你肯定改名字了 我不认识你啊 最近大秦富好伙 老实讲讲嘛 上周五我们讲完了 还加了个专题 这时候被下毒 历史争 然后呢 有的人是吧 觉得 这个 当事人如果不在了 那就一了百了了 我只能说 有这样想法的人 第一不懂历史 第二没有学政治 拿去看录像了 好像还没有录像 多来来吧 总能听到你想听的 你说但凡他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 懂那么一丢丢的政治 就不可能去干这么愚蠢的事情 原因是 钱不会少花 倾家荡产是一定的了 接着 还有 漫长的囚徒生涯 等待着他 说句 不好听的话 就算是没钱了 大不了被炒的鱿鱼嘛 大不了背着债嘛 反正 在大街上 这个要饭 也比去吃牢饭强 脑子有问题 咋想的 甚至呢 就是急得不行了 双方发生口角争执的时候 你说动了手 是吧 暴打一顿 然后还能是 是吧 这个激情犯罪 双方这个 这就属于过失杀人 你怎么下毒 是吧 搜很多很多的毒药 然后又从国外去买 这叫啥 预谋杀人呐 那 说句不好听的 有计划的杀人 这清得了吗 谢谢 无神 故意杀人 和过失杀人 这这这 不一样 说牢里暖和 工程下去过牢里吗 没有去过牢里 是吧 可以看看星际争霸二 星际争霸二 第一步 自由之一 上来的录像 就是 人是吧 只有失去了自由 怎么怎么样 感觉有幕后买胸 想点赞啊 想复杂了 说错了 也就是董事长和管理层这样的矛盾 这要是幕后买胸 你觉得 这样的杀人手法不很low吗 说的确是呢 有很多没办法都想吃老饭 所以有个死人地区 林导要负责 不至于吧 如果是快饿死的话 你放心吧 低宝肯定能办上 而且是社区干部 是到对方家里面去办低宝 这个 连我老家西北那边都是 我家的小区 就有一个户特别穷 是这样的 给大家讲完是吧 咱们开始讲 今天的这个大话南北朝 下半段 是这样 当时呢 两口子呢 是在计划生育年代嘛 然后超生了 一大一小 被罚了款 然后男的失去了工作 接着老大 因为生了俩闺女 也不知道怎么 这个就是说 就是也是 反正上学什么也挺麻烦 我不是我不了解 我给你听完 我给你讲完 不二期你听完嘛 是吧 然后呢 好像是上完高中以后 就不知道再上了 还是高中没上完 这也是有一些年份的 然后 也找个男朋友 然后去海南岛 就海南呀 打拼一阵子 别提了 结果男的跑了 然后这个还剩俩孩子 当时他大姑娘 带了俩孩子回老家 然后老公已经跑的是 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说这一家子 父母两个 俩姑娘 然后呢 大姑娘带了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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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外 孙女 老爷 没户口啊 偷生的呀 在海南生的吗 黑户啊 那你说 这家人的升级怎么办呢 你说这孩子那么小 没有户口 落不上户口 就上不了学 九年义无教育都享受不了 对吧 这样的事情出了之后 这个 那是要这个 教育就受处分的 这鬼家经厅 然后让他去办 一开始的时候是吧 他要让他去办 那你说你总得交罚款吧 你是偷生的 不交 没钱交 那不办不办吧 后来说你不用交钱了 你来这个 偷个这个就是这个 说未婚生的怎么就不让落后 没跟你说嘛 大女儿出去了 去海南了 他找了个男朋友 然后男朋友跑了 生了两个 在海南当地落不了户 然后回来了 那不是黑户吗 但是你属于超生了 对吧 你想想你 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开呢 这是九几年的事 九八年吧 九九年的事了 哎呀 就这么僵着 刚开始的时候 孩子刚回来 两三岁的样子 我还见过那小区里头 比较小 那总是长大呀 然后呢 就是说你来派出锁 是吧 把户口落了 这个 这个 落落了之后 你怎么又被坑了 看看妹子想法吧 把户口落了 这个是吧 那你超生能不罚款吗 是吧 你是超生啊 那不掏 不掏罚款 好人 后来派出锁受不了了 你这玩意儿 国家那玩意儿是有规定的 你有黑户的话 这要受处分 你来派出锁 是吧 你把户口落了 你套公本费就行了 几十块钱 你就是把这些公本费套 也不掏 后来逼得派出所 没办法 民警带着那个 就是便携式的来人家 给俩孩子把户口落了 我们当地教育局的人 来着给孩子把学金问题解决了 然后同时是社区的人把社保办了 当时是一家几口人啊 一家是 连他大闺女在那俩外孙女儿 在他那小女儿 同时四个人落地堡 所以你说 在截止中国有人会饿死我 那规则 那规则是那种 就是说 有案子在身上不敢回家的 然后各个城市里面当流浪汉的 那种有 这 也不说养年打孝子 都说这家 无语 至于说 被当人行犯票 和妹子是吧 这个要这个就是沟通到位的 不是沟通到位 如果说真是出现的这种孩子上不了学 教委是要 就是从哪一期是要一路到底的 就是辍学这种情况 对吧 然后至于说饿死人了 那你要知道社保局这块的话 也是一路到底的 开玩笑的 谢谢CutOpen 这特殊情况总是有的 我是说过了吗 那种流浪汉没有户籍身份的 谁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精神也不正常 有饿死的呀 极个别嘛 但是碰到这种的 这个低保 医务教育 这个都有的 而且医务教育的时候 连那个什么学杂费都是免了的 说本费都免了 谢谢张云是我的狗 说不能老说 就说这也不管 那也不管 我说你要快饿死了 社区干部就上门了 只要你再回到你的户底所在地 告诉对方 你快饿死了 真不管就真饿死了 他们就来了 谢谢简云 学会了吗 说饿死人就直接上新闻了 说每年冬天都愿意 不少老人冻死的 这个 有 你要是中国每年冻死的人多不多 多呀 怎么冻死的呢 冬天喝酒喝多了 然后一头在老大树坑里头 就就就就就 就冻死了 这拿围方来说 每年这个都能碰个好几粒 你想这只是一个地方 你要是全国范围内 我相信 因为在中国北方 恐怕得有个好几百 但这种不算新闻了 是吧 这说新闻上 这玩意能压平平 你说喝醉酒了 在树坑里面冻死了 有些晚上喝到半夜了 人喝醉了 然后呢 骑车子骑不动路了 或者是走路走不动 狂在树坑里面睡着了 大半夜能有人吗 这不是 说这这玩意 你报道也是这样子呀 你说有什么新闻价值吗 这不是事吗 年年都有 哪个地方都有 喝多了 晚上去这个 都是喜欢半夜喝 这个晚上开始喝喝酒嘛 吃个菜了 喝到这个十一二点 人喝醉了 说回家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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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能回去 狂是吧 这个叫这个倒树坑里头 睡半宿 多了 这你遇到过是吧 我就是说 拿我来说 我来为方这十年了 有两年碰到过 就在我家的路上的小区里头 人狂急这个车子 这个倒在一边 在树坑里面睡着了 120来拉走的 年年都有 你说你说这种事情怎么办 没办法吧 你说新闻报道 那你说关官员什么事 你说这也关官员吗 谢谢 这个不妨 这个就是袖手立平 大谢 在无风 谢谢 别提了 我这上周小区里面 有菊油棍 花园林睡了一宿 就这么过吧 好了 也不是北方想比较好酒 习惯不好 一夜睡过去人就没了 天气冷的时候 别说黑龙江了 哪里哪一省都有 好 那五四三二一 上回书 我们说到 这徐献之副量就这么死了 而谢慧呢 作为建出刘亦福 刘亦真的关键人物 谢慧人没有在京师 那么谢慧在哪里呢 出镇荆州 那么我们都知道 像谢慧这样的众臣 手握大权 还有海外的军队 在他手中 那么刘亦龙呢 为了稳住 这个谢慧 也是下了大功夫的 要说呀 刘亦龙是当黄德亮 你说 怎么才能让谢慧 这样的人放心 怎么样 到以后翻脸的时候 能把谢慧拿下 简单呢 是吧 拉关系 你对我不放心 是因为你觉得我会杀你 咱们是一家人 不就不杀你了吗 谢慧 有俩姑娘 都是刘亦龙亲自 点的鸳鸳谱 来来来 咱们做个亲家 全让谢慧的女儿 嫁给了自己的兄弟 然后刘亦龙一说谢慧的时候 都是国账 国账 在我心里你就是国账 虽然我没娶你姑娘 我兄弟娶了吗 那么刘亦龙呢 也知道 对付谢慧就需要去调兵遣将 怎么办呢 一调兵 这谢慧就会有警觉 那么怎么办 说要北伐 组织军队 要把世界的土地夺回来 当年就是因为对北魏的放纵导致失了洛阳 失了清州 整个南朝上上下下都憋着一股气 所以刘亦龙在即位这一年多次提到北伐 多次在准备军队粮草 而且也不止一次的给谢慧下圣旨 准备就要北伐了 开始调动军队了 因此 刘亦龙的调动 谢慧就觉得太正常了 陛下终于 这个要准备向拓跋架发动攻势 能把这惊天动地的事情 做到一点破绽都没有 厉害呀 谢慧就这样被麻痹了一年多 等到那边 徐献之傅亮被杀了之后 这两个人的死讯传到京州 谢慧才如梦方醒啊 好啊好啊 果然当皇帝的 那都是心眼多呀 刘亦龙啊刘亦龙 我们当初真是没有选错人啊 是个当皇帝的料 你这小兔崽子 怎么把我这老江湖都给骗进去了呀 在京州等死吗 留在京州就是坐以待毙呀 难道就等着刘亦龙的绳索 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吗 谢慧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谢慧又想了一招 既然一年多以前 通过清君策的方式 换了皇帝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呀 我干嘛不再做第二回呢 我干嘛不再一次的清君策呢 想到这里谢慧是把牙一咬 把眼一瞪 刘以龙啊刘以龙 你对我不仁羞怪我 我不义了 当时谢慧就主动的给刘以龙写了一道诏书 不是写了一道奏章 奏章就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说你身为皇帝这一年的确很努力 但是你身边奸臣很多 你被那群奸臣给骗了呀 臣呢是看见大不忍心看到这大好江山呢 落到这群奸臣手中 所以臣呢要清君策 为陛下出剑 刘以龙呢拿着谢慧的奏表 微微一笑 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就知道你会这么做 好吧 你不是要清君策吗 刘以龙呢 来 我来让你清一清 刘以龙知道谢慧虽然是能人 但在整个朝廷上下 可有人比他更厉害 谁呀 谭道记 作为辅证大臣之一的谭道记 刘以龙这一年来 对谭道记呢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性之用之 这道言之给的建议道言之是看人 看的很准说谭道记这个人呢 是不会有任何造反的思想的 忠勇可嘉 先帝是说过的 如果是世上无人可信 那只有谭道记一人可信 只要别让他长政权 让他带好兵 他就不会有别的想法 因此谢慧一造反 刚把这清君策的奏表拿来 刘以龙把奏表一收 来人呢 好 陈在 将其送到谭大人府上 看谭大人怎么说 谭道记拿到 企业会的奏表 反了 反了 我这老兄弟怎么反了 都说善始善终辅走明君 你怎么就反了 徐献之负量那是数大招风 我是看在眼里这一年来 他们家那可是呼风唤雨 陛下除之 倒也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你老谢带兵驻扎在荆州 怎能这样呢 话不多说 道言之也是一身戎装来到谭道记府上 他手里拿的还是刘一龙册封谭道记为大将军的诏书 以道言之为副将 以谭道记为主将 劫撤一支大军 准备迎战由荆州而来的谢会部队 谢会哪里知道谭道记已经被刘一龙搞定了 他哪里知道谭道记已经成为了刘一龙手上的一张王牌 当谢会带着大军出动的消息传来 谭道记也派人告诉谢会 都说你谢会能打 我谭道记就想试试你到几斤几两 以前大家都在先帝那里共事 都说要分个高下 今天机会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 究竟是鹿死谁手 谢会看到谭道记给这个信 谢会也心凉了一半 谁都知道 论勇猛论策略论打仗 现在谭道记是南朝第一人 就算是北魏太武帝拓跋涛来了 恐怕也在谭道记手里是讨不得什么好处 他来对付自己 怂了 谢会没想到 他以为他对付的是刘一龙这个黄口小儿 没想到对手是谭道记 你这一怂 你这一怂本来清军策还有些许的机会 哎 结果 这谢会呢就想稳扎稳打 慢慢往前推吧 千万别中了谭道记的埋伏 没想到谭道记早就已经算到了 谢会听到对手是自己肯定不敢迎战 因此他要固步移兵之际 他把船队分成两支 哎 一支由道研之率领 而且还告诉道研之 把大部队都藏起来 自己让道研之带小少量的船去迎战谢会 道研之说 谭大将军你这样做不是羊入虎口吗 谭道记唯唯一下 你放心吧 人一扫他就怂了 你选择什么地方 选择在那水草特别多 芦苇特别地密的地方 就选择红虎 你等他 打我谭的旗号 你看他敢不敢来 然后到了夜里 你把后队拳头带到前上来 不用跟他谢会交锋 他肯定会退的 真的吗 你放心吧 那大将军您去哪 给我少量人 我要去江陵 江陵乃荆州乾粮之地 如果拿下江陵谢会这群 砸毛 没有了粮草 没有了补给 不占自愧 那一切都有劳大将军了 好 果不其然 当道言之 带着些少许禅队 出现在江面上的时候 谢会一看 就这点船 还想跟我交锋 等船队一靠近谢会 一看一个大大的坛子 这老坛搞什么鬼啊 骗我 这么几艘船 他够我打的吗 不对 老坛呀 他最喜欢 偷袭 船连着船 慢慢跟上 保持距离 四处警戒 那么道言之 有谭道记的秘笈 搞的绝招 一看到谢会的军队出动了 他就开始往后退 而且谭道记告诉他 前面退的慢一点 中间退的快一点 后面退的非常快 干什么 就要让谢会以为 这就是诱敌之计 这就是 哎呀 打埋伏 谢会呢 也知道 当年谭道记 就这么算计的 北魏人 缺约这时机嘛 那不就这么干的吗 谢会一个 前面跑得慢 后面跑得快一点 然后呢 后面他跑得非常快 一看前面 就有大部队等着我呢 来 保持距离 就这样进到了洪湖 哪有一个好家伙呀 一眼望不到头的卢尾档 谢会又笑了 哈哈 这卢尾档里全都是船 不好意思 没有 那么到了深夜 谢会都想好了 船上多倍萤火之物 明天 哎 找机会突袭 烧了那片炉尾档 谭道记啊 谭道记 都说你用兵如神 哎 同样的招数 就不能用两次呀 我谢会又不是傻子 结果到第二天大亮 这谢会就发现 炉尾档里面倒没有什么船 但江面上已经是黑压压一片 原来什么 道言之就按照谭道记的计划 让船队由晚上接近 这时候谢会才如梦风行 坏了 上当 他这么多船 是想跟我打正面 他打正面战 我不是老谭的对手 这一怂 吓得有人来报 报 报 不好了 大将军 枪林丢了 江林怎么会丢 谭道记 他没在前面的军队当中 带着船 把昨天晚上炸成将军来掉粮 骗开城门之后 把江林给偷了 谢会差点没犯心脏病 好你个谭道记呀 你就这么骗我 现在正面战场上 对方人多势众 这 这 这粮草又丢了 哎 谢会这一沮丧 好了 自己的人 自己的船队 本来人心就不稳 本来都害怕 跟谭道记作战 结果就 士兵也跟着四下溃败 仗还没打 队伍先散了 谢会心想 无路可去干脆往北逃吧 拓跋家那里面 哎 混一混吧 没想到半路上又被人给劫住了 这一劫 哎 送到 刘一龙那里 刘一龙这下次对付谢会倒是很好说了 你造反呢 是吧 让你镇守荆州 你却造反 朕还有啥话说 朕待你不薄啊 让你充当 担任 风江大吏 你却如此对待朕 男人呢 都斩了吧 谢会啊 也是 有口难言呢 怎么办呢 毕竟是 自己造反在先 那徐宪之负量的死 不就是这个例子吗 但你又不能不做动作 哎 那怎么办 造反吧 造反就这结局 要不怎么说呢 没有实力就不要去造反 哎 做完一件事情了 还是想着功成身退吧 权力啊 哪那么好练战呢 好了吧 徐宪之负量 啊 谢会都没好结局 其实谈道计呢 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 那就是后话了 那南朝的权力斗争 告一段落 那北魏的拓拔地 拓拔涛在干什么呢 哎 我们明天再说 好 谢谢大家 好 新来说 没点关注点关注 觉得说不错 咱小礼物走一波吧 嗯 嗯 啊 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都要到凌晨了 哎 又是周日了 谢谢 WHOHOR 谢谢 晚上好 谢谢 龚盛夏 谢谢 无神 谢谢 CX GOABC 谢谢 谢谢 楼哥 双眼皮 都老水友了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吧 明天见了 对啊 今天周日嘛 明日周一了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马上又跨年了 哎 那么到了 咱那2021年1月1号的时候 啊 咱再做个跨年专题 好吧 到时候再 我争取是吧 今天27号 2829 3314天的时间 哎 我看看能不能做一道 比较好的奏折 啊 然后呢 咱到时候啊 周这个一元月1号的时候 抽 好不好 当然也抽点书啊 啊 把一些比较有趣的书给大家抽一抽 嗯 我这儿呢 就趁这些东西 不像别的主播 是吧 趁什么键盘鼠标 哎 我都没有 哎 好了 那咱们就抽点这个有文化范儿的 嗯 可以给大家做个小预告啊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 跨年不 跨什么年啊 到正这个元大的那一天的时候呢 晚上热闹热闹就行了呗 年纪大了嘛 只不然说有很多也都不是这个 一二十岁了是吧 咱也就做一点正常的事吧 哎 好 大家晚安了 大家拜拜 感谢大家一晚上的陪伴 拜拜 谢谢大家陪伴 谢谢谢谢谢谢 拜拜 明天见 谢谢烈焰千波谢谢